我在開始之前 因為我覺得報道者可能過好一次講 你知道報道者是一個公益的團體 公益的組織 那因為責務通常我們不跟商業的團體合作 然後媒體合作 那可是呢 報道者都透過他們自己捐款 做什麼事 所以如果大家行有餘力 在你們出社會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的支持報道者 那我們今天就先歡迎 報道者的總處理 李雪莉 我們熱烈掌聲 然後以及我們永達大進場 來來來 還有我們的蔡法官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 旺德蘭 你們要打算怎麼做 你們報道者坐一遍嗎 沒關係啦 沒關係 都可以 我不用 我站著就可以了 麥克風 來都可以 不用這樣啦 不用這樣啦 沒關係坐這裡啦 那個比較好看 不要遮住就好了 那這個今天呢 我們的時間大概會在九點的時候準時結束 然後結束完以後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留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如果萬一時間稍微長 我們就延到九點半 也是今天要那麼早開始的原因 然後也希望說等一下大家如果有不舒服的時候 身體狀況不舒服的時候 能夠趕快的請求旁邊的幫助 那你也注意一下 旁邊的人是不是開始有成狀況不太好 尤其我們這裡很多社工嘛 你們應該很有經驗 好 來 那我們就再一次列列掌聲 歡迎這些主家演者 好 電腦鎖起來 好 我們先來看一部影片 7分05秒的影片 然後我們把 我們把 我去 這裡 這裡就 看到我們 我想說 奇怪這麼暗 我們把我們坐在外面 我們坐在那裡 就一定 過世了 那些看到 全都 不知道怎麼說 媽媽覺得是因為 有一次爸爸淋酒 就這樣拍 那時候就都拍出去了 我那時候 也很乖 那時候爸爸中風了 就開始 歪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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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社會 我在做的工作 大飛行做出來的我 稍微可能去做一些 博財做工塊 我可能7點知道 有時候是4點半 有時候是5點半 有時候是5點半 對 看山京去做的 又在哪裡 又在哪裡 我家裡 我家裡 都是一個三個 一個中車 一個二車 中車是 在中車 一個二車 其他人都可以用 那我家裡 就好像 勾一條修喊 修喊 修喊的牌 就整個都不用做 這度 對年輕人來說 輕鬆 和談 以前老爺 自己 背一種桶子 但是 現在跟他訓練 就可能 一百多人 加油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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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ogho 鑰賀 剛才是 鄉 protector 現在有點熱心 高 trig 四 prosecut 大概 還是 怎麼辦 10 HI 順調 接著 應該基本上是還好 因為現在 牧生 嘻 對不起 我們一定要吃飽 就不會炒 我們做舊的就要吃 但應該是這幾天 我本來過程了 現在就弄些東西了 然後我不是弟弟 還得了你 都弄過很多 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我不知道,很過的 現在都沒有過關門了 都沒有過關門了 知道嗎?現在才變成了 一、二年級光哥的酒店多少錢? 一天才八個年 我以前都在那段班 因為畢業之前,他們大家都說 我這麼久完全沒有財政 我就可不可以 更好 比較自由身,我都不存在 大家更乖乖 他們自由身,我們做事 不然有間,沒有財政 是白髮 真的 稍微有錢 是 等到他身家了 我們每天上車外 有事的時候 我們每天上車外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安定一下 今天喔 今天最好的戰役 今天拍攝 拍攝到 我說今天最好講的就是這個 單親吧 我一直穿著說我媽的 唱一個就是 他爸爸跟我媽媽連唱 有時候我會跟他拿錢 另外一個是 他爸爸腳不好 我都很難看 所以 都要一些家來的台 情都要他媽媽 我們要來這裡好不好 對 對 你們那些人都要做 對 對 沒有人 我都要做 大家時間不夠 對 不是 不是 是 是 不知道 就是 變成已經不習慣那種生活了吧 就是 是一種團體生活 然後在那裡 每天時間到的胸口 坐在那裡 乖乖都不夠 不過 現在應該做不到 所以 想說做方向 就請請請 有做有錢 摸著 głazo 要不要摸著 這麼太藏 時間出來慢慢創造 都沒了 哪種 浪繩 proposition 真的 那還要看 我做到 那 怎麼會剩客 有 但這段 怎麼走 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李可立 今天不好意思,我没有遇到到人会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的分工就是大概每个人讲12到15分钟 因为其实在场有非常多的社工朋友 也有人是处理,专门处理到婚姻家里下的双人 甚至有安置中心的社工 所以其实很想听你们可能更多的见解和现场观察 那因为我先说一下,刚刚清海忘记说了 我刚从南非下飞机,所以我有点时差 那万一我刚刚待会又讲的不清楚的地方 你们可以在QA的时候再问我 好,对不起不是这个,是不是另外有BPD 土豆,土豆现在就是已经不喷冬药了 它从15岁开始喷冬药,已经两年了 那他有没有中毒过?有 他说他们在喷冬药的时候,如果中毒了就喝牛奶 然后或者是去掉点滴 那这是他们应付这个喷冬药工作时 可能会引发的很多的风险 那我问他说,那为什么继续喷冬药? 他说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他 他的家在云林,云沛屁的地方 门口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双人醋 就是相当臭 然后名字很好听 但是里面就是空白雾 所以他的房间里面 他从合作式中途之家回去了以后 他家就自己有一个床板 后来靠着喷冬药 还有做很多包括水泥工 然后去山上搬菜 其实都是危险的工作 所以他现在家里面 他房间里面已经开始有冷气,有了床铺 那还有四五十个夹娃娃 那你可以如果有去看大狗普拉斯 其他的故事真的就是跟那个斗仔 还有土豆是非常好想的 好,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为什么开始做这个议题 因为我接触到非常多的少年 一开始是西埔的少年 后来我才发现有另外一个黑色星球 是我不认识的 那我必须要自诚 就是说我是一个一路还蛮顺利长大的都市小孩 那当然作为记者 做了十八年 我刚刚当然看过很多不同的故事 可是青少年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的接触 而且是一群我可以说是没有家 或者是施家的小孩 那我们在过去半年之间呢 我跟永达其实接触了 就是跑北中南东 我们接触了大概绝对有上百年以上 这样子的青少年 那这样的土豆们 其实他们每一天都在跟生活活动 他们的样子可以怎么说呢 大概分几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家庭施功能 这个家庭施功能很多都是同组家庭 单亲家庭、寄亲家庭 或者是隔代教养的家庭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的主要照顾人 基本上可能会有生病 或者是吸毒、喝酒、容饮 那有些是就是在牢房里 那这样的状态下 其实还伴随着他们有严重的贫穷的问题 这可能是失业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家庭的功能不好 那这一群呢我们叫做高风险家庭 高风险家庭有明确的定义 那大家可以回去看报道者的文章 大概有七种类型都可以定位为高风险家庭 那为什么高风险家庭会值得重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儿童跟少年若处在这种高风险家庭 主要照顾者失能的话 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照顾 那我们看到这群少年 除了在一个dysfunction family的状态以外呢 他们通常还会有一些状况 就是他们很早就停止学习了 即使在学校里面 他都没办法好好学习 或者是他心理上可能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伤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 就是我跟很多少年房谈以后 我发现他们在15岁的时候 其实就感到非常的孤单甚至绝望 我记得我在新竹 新竹 而且竹北 一个非常 其实蛮富裕的地方 一个吊虾场 一个少年就把手放平了 他说 雪姨姐我告诉你 我这只手在我18岁的时候 我脚一放 他就一直抖动 他说那时候他就有酒饮 他的酒饮怎么样来的呢 他五岁的时候 爸爸就用米酒加配奶粉拿喝 他七岁的时候就用高粮 所以那个recipe都不一样了 他爸爸很早博士是个油漆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群少年 其实是很早就走在一个平球 三重的快车刀商 那这些少年到底在哪边呢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都市边缘 不要以为都市边缘没有 都市边缘 包括新北市 我看很多新北市的志工来 新北市其实在三重湖州 有大量的 包括从雷宁嘉义北上 现在其实不管是你在东部 或是南部 很多家庭还是希望能够往北走 找到工作 那这些家庭的父母通常会非常非常的忙 他可能在工厂或自己做一个自营的小生意 可是孩子可能就是都没有什么人照顾 那这群少年叫百元少年 每一天就是用一百块来生活 那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每天一百块 在新北市或台北市生活 大家要怎么生活 甚至有一个少年 他们也是在Family Mart的台架子 就是那个放置物的架子下面 他找他的看有没有人掉下来的轮前 他们是这样子过活的 他们是一个一群非常懂得生存之道的少年 那不只是在都市边缘 包括在布山谷市 什么叫布山谷市呢 其实我们现在是这里的资源 大部分都进入了山边跟市区 反而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或是没有那么偏僻的地方 资源是进不去的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农村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好 那这些高峰年少年 你可能会问说 那不是以前也有很穷困的孩子吗 没有错 也有很穷困的少年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 他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贫穷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我们刚刚讲的 他伴随着严重的家庭失能 或者是失家 那第三个 完全的不平等 这个不平等的资源 如果说你有机会 能够到南投云云嘉义 你会发现那边是 基本上是没有公车的 十二十三岁的小孩 他可能很早就要 学会骑摩托车 那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很容易被开把单 所以他们第一笔债务 可能就是被警察开的 四万五千块的 没有办法找出来的罚款 那这个对少年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还有我们到了 就是教组片厢以后 就发现说 你那边要有一个工艺的图书馆 或者是一个少年活动中心 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其实台中市的资源 在以前的台中县 资源都非常有限 那这个这样的不平等 你不要讲家庭已经资源不够了 那政府或者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不够 也同时造成了就是更不平等 它没有办法access到人际网络 然后甚至access到一些 教育资源的网络 那我认为 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贫穷的世袭 贫穷的世袭 这是跟过去 我们认为说 如果你真的家里已经状况不好 你可以有一季之长 你的状况也不一样 大家也知道 过去20年 那个季质教育的崩溃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有多少人 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 是说发现 从这个卫福部的资料来看 大概有两万人 有这个两万人 大概可以分两种 第一个是高风险家庭的少年 我现在讲的都是少年 然后还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 那为什么特别讲少年 原因是因为 儿童我们很容易看到 而儿童如果受伤 或者是说 在家庭没有支持的话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行为能力 很容易被照顾到 被观察到 可是少年是一群 他们已经长大了 好像看起来 那个 现在小六的学生 都已经可以长到160公分了 好像已经有行为能力 好像也够高大了 所以很多人 是不会注意到少年的存在 当然 在接触这些少年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困难 因为他们很叛逆 他们不愿意讲话 他们很怕你用一种很preach的方式 跟他沟通 所以我们在采访上面的时候 也有遇到一些 我们需要很多的男生 那这个专题就是花了前后 当然不是每天那种密集 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 好 那一批就是高风险家庭 所谓高风险家庭就是 如果你是低线社工 你是低线老师 你是低线护士 或是警察 甚至你是大厦管理员 你都可以跟你的社会局 或在地的社会处去通报说 我感觉这个孩子是有高风险的 是在东方你家庭生产的 那之后 这个通报了以后 社会处或社会局 会请外包的社工去盘点说 到底我要不要开案 到底他的状况有那么严重 但是你要知道 东方社会是非常以家庭为合理单位的 家庭是一个非常难介入 在台湾是非常难介入的一个单位 你要正立的开案 基本上也都不一定 很难让这些父母认为说 你觉得我不够格吗 你觉得我做不好吗 通常会跟家庭有一个角力 那现在我们来算的话 就是这一批高风险家庭 大概有16000名少年 12到18岁或满18岁 另外一群呢 待会有答案 会谈到就是安置机构的少年 也就是说家庭完全失能以后 政府必须透过公权力的介入 把这些孩子带到安置中心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儿童之家或者是育幼院 那这群小孩 我们刚刚说这群少年 当他的家庭失能 当他其实没有父没有母 或者是有父有母 但是父母根本没有办法 完全招呼他的时候 他们怎么办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台湾有存在大量的 被忽略的同工跟少年工 左边这个少年是在台座下面的 服帽的家庭站打工 然后右边这个少年 他今年17岁 我们跟他很久的时间 他洗一颗头呢 他月薪是五六千块提薪 那洗一颗头的价格 我如果没有记错三十几块 那永达在台北新北市也 采访到一群就是专门 其实他们的工作大概就是 我刚刚讲的 很荣耀 然后水泥工 或者是他做大夜班 7-11的大夜班 然后又或者是说 像是洗头小妹 洗一颗头新北市 我们有遇到一颗十几块钱 所以他月薪才一万多块 可是他必须要 因为他们家里可以回哦 或者是跟父母家暴 那在这样的状况上 其实一个月一万多块的薪水 事实上很难支撑他们的 那这样的人有多少呢 我们去透过劳保局的集合 我们调查到 现在每一年三万名以上的 童工跟少年工 所谓童工是16岁以下 这个是政府的定义 15到16岁 那少年工是18岁以下 但是不管是几岁 只要是18岁以下的年轻人工作 你就不能从事高危险工作 可是刚刚你也看到 土豆的工作的环境和状况 它是完全没有cover 完全没有防护的哦 那我们当然也访问了很多 在地的老公局跟老公处 基本上我们现在没有针对 童工有任何的调查 然后我们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认为说 嗯对 这些童工并不存在 甚至其实我去调这个资料 他现在说我是调9月的资料 9月的资料 童工的部分是不到3000位 那少年工有3万1000位 如果说我真的调暑假的资料 暑期的资料 这个数字是远远高过4万人的 所以我们每一年 有3万名的童工跟少年工 他必须要养活自己 而且多数的是 因为他们家里没有办法支持他们 但这些童工跟少年工 工作了以后 没办法有个状态 他们很早就疲累了 可能是工作了12小时 他们也许本来在念书 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我的学校也没有办法 好好上课 而且他们很多念的是 我在还没有统计到 那个建教合作班 他们很多是念建教合作的 或者说记职班 可是现在的记忆 大部分也都是要鼓励你升学 记职班和建教合作班 鼓励你升学哦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们就会开始中错 那我们看到现在 每一年台湾的国中中错生 其实是三千多位 但是台湾的高中 我们叫中离生 就是中错生 大概每一年有两万三千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然两万三千位 不一定都代表说 他们是因为家庭失功能 或者是没有办法 付起学费才中离的 也有可能就是学习 状况不良 但是高 就是很高的比例 真的是因为他们得自己养活自己 所以像这个乐乐他后来就中离了 他觉得他在学校期 学到东西 还不如出来学技聚场 可是他也严重被剥削 那这群少年呢 因为他的劳动意识也比较糟 那你会看到他们不断的做短期工 不断的做precarious worker 也就是很不稳定的 那这种烙印的效果其实很强 这种烙印的效果意思就是说 你不断的在短期工之内rotate 然后你做的工作没有办法长久 那这个状况就是雇主 虽然我们现在说学历贬值 但大部分的雇主还是非常看学历的 以至于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是对他们很不利的 那对于这群少年来说呢 哪里有爱就在哪里深入 我现在还是要把他们的天空弄起来 那比较好一点的少年 如果他失家了他怎么办 像我这边我是跟一个合作室总统 我大概去了五次 然后其中有两次的时候 我是住在那边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就是把我当大姐姐 把我当阿姨 就在我边看一片也没有关系 所以就跟他们就是完全没有隔阂 那在这个中途之家 你会发现他们有爱 原因是因为这个中途之家 给他们大量的学习 音乐 目工 是真的用一个比较平等的方式 来对待他们 那我想待会包括 旺德和勇达可能会谈到一下 安置机构的管理 因为现在的管理是非常全控式的 但在这个安置机构 我并没有感觉到太全控式 那这个待会大家可以透过他们两位的分享 再指导一下这个全控式的管理 对他们的人生的影响 那好 比较lucky的是到这边 那如果比较不lucky的呢 这个就是我在新竹采访的小旭 小旭你看全身都刺龙刺风 我还记得那天在KTV里面包箱 那个吊虾场楼上就是KTV包箱 每天KTV包箱里面到5点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桌上常常出现枪啊 然后毒品啊 我现在毒品 从一类到四类 我都可以分得很清楚 就是小旭教我的 小旭说他们怎么生工 他15岁就没有爸妈管他 爸爸过世了嘛 那他跟阿嬷住在一起 阿嬷在新竹的科学园区的餐厅里面 他说阿嬷工作得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贡献家庭 那后来就辍学了 所以你看到他们对于金钱的需求量 非常的大 他们是急需要工作的 可是当他们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只能去做车手 收户手 所谓的收户手就是说 我给你们四个买 买那个银行账户 你存折 那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四千块 可是我在交给上游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一万块 我就中间有一个利差 那这些收户手 最后呢就是 我们现在是诈骗大国嘛 这些诈骗的钱 会进到你们的户头里 那有一种叫车手 车手就是我骑着摩托 去这些户头里面的一切 所以车手 账片手其实都是非法 但是他们都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累积金钱 那还有一种叫小蜜蜂 我们采访到 非常多小蜜蜂 小蜜蜂就是养蜂人养的 一群小蜜蜂 它是专门在卖 Ketamine 或者是毒品的 那这个东西也 目前非常高 那为什么这些少民 愿意去做呢 其实待会 才把我刚才可以提到 因为在少民事件处理法 对于18岁以前 犯罪的少民 他有消 把他的那个 最 最的record 消过的记录 所以 对他们来说 就是进去蹲一下 或者进去少府 少府院 被观察一下 可是其他难道 非常大的风险 然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少年 这个少年 你妈要几岁 是九是不是 现在二十年 然后这是在花莲的少年 他第一次出国 就是到郭明宁家 打诈骗电话 他其实他父母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父母帮人家担保 然后就负债 所以他很少就看着父母 为了金钱争吵 他很小的时候 就必须要拉开父母 那可是你会发现 这群少年 跟他相处久了 就发现他们很有孝心 他们觉得家庭的所有负担 都是他们的责任之一 所以不是每个少年都会躲 很多少年是不躲的 也就是因为不躲了 我刚刚说 那个家庭伦理单位 给他们的负担太大 那个富 不只是家庭在富 而且是被困住了 他们被自己困住家 困住 被家的负担所困住 所以他一直想解决 家庭的债务问题 但有一天有人跟他讲说 那你要不要去 去就是打诈骗电话 这很好赚 他就去了 第一次出国去东明宁家 在东明家豪宅里面有游泳池 他就被关在一个豪宅里面 开始打 那打电话他发现就是 后来良心不安 他就跟他的上头的人说 我可不可以回去 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 然后他就被关在地下室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他有一天 有一次机会 简讯给妈妈的时候 那可能我想那个是 在地的一些Network 妈妈就协商 就让这个上面的人 把他放走 他在纽约的机场 待了两天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坐飞机 遇到一个台湾的商人 才把他请他吃碗面 然后再把他送回来 那到现在他有时候 还会打电话给永达说 我想到台北找工作 因为我现在有小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21岁了 他们并没有一直在一个 比较正常的轨道上 友好的工作机会 我刚刚说 他们的金钱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叫废墟少年 其实就是 我认为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家庭 还有他们的心理 都处在一个严重的废墟的状态 这个废墟的状态 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没有办法进入的 不是说他们真的 就活在废墟里 而是那个状态 其实非常像废墟的 他们都自我放弃 好 那他们有多少 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呃 待会 我们这个系列 其实讲了非常多故事 但是 主要 我们可以稍微归类一下 就是台湾的 台湾的儿哨 大概两个 很多很多很多大会在管 但是最主要的是 社政儿哨跟司法儿哨 风险家庭就在 卫生福利部社家署下面 高风险家庭案件 如果说这个家庭里面 有家暴事件 他就会进到儿童保护案件 由保护司来管理 那这些高风险家庭呢 如果你开案的话 你可以在 就是有些不开案 有些开案 那开案的话 你可以选择在家外安置 或者是在家内调试 好这些都是风险的 但是 有另外一群少年 其实是在风险家庭 还没有被detect出来 或者是detect出来 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 他们家庭的风险的时候 他就会到儿哨这边 那在司法儿哨 其实我们每年司法儿哨 现在包括偷窃和卖毒品的人数 过去10年来 撑倒的达到大概54 即使我们现在少年的人数在下降 但是我们少年犯 就已经上升了 所以这群儿哨会进到哪 当你没有接触她的时候 她是进到少年官护所 或少年服务院 或是我们矫正学校 像明杨中学是官五年以上的学生 五年以上的少年 当然是这个体系 那待会可能我想 蔡法官会从司法儿哨来看看她的观察 那我跟永达主要是在社政儿哨 那旺德因为她自己经历过的安置体系 十三年 她六岁就经营安置体系了 所以她有非常长的经验 知道安置体系 怎么在对待这群我们的少年 好那最后最后讲一下 其实我们这一次也benchmark 相当社工房 因为这边很多社工 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 商场的社工过去也是认为说少年是 就是常是捣乱的 他们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功利的角度 在处理少年的议题 就是六七暴动 他们认为都是少年人在捣乱 那90年代的时候有蛊惑仔 所以他们就开始很积极的处理少年议题 他们处理少年议题 包括说他们有大量的外展社工 那个生肖外展社工是24小时的 晚上也有他们会去比如说罗湖 然后会进深圳的地方 那也许距离香港市中线25公里 他们都会开着一个暴走车过去 那个暴走车里面有什么 可能有DVD 可能有Entertainment 有The Game 他是希望透过各种能够接近少年 而不是用preach的方式来接触少年的这种方式 那现在他们又发现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即使你在街上也是看不到少年 他们到网路上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有三组网路上的外展社工 这是香港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我们还是比较稍微被动一点 但是他们是很积极的主动 要去找出这些隐蔽的少年 那他们给社工的实质支持和培训 我们在採访 在少年的过程当中采访很多社工 社工非常非常辛苦 那身体状况有时候都很不好 还会有洗衣料 所以我非常的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台湾的社工 那香港的社工是怎么样呢 他们自己有工会 然后政府里面的 立法会里面的议员 很多有社工的背景 以至于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们是大量有bargain power 这个bargain power包括他们的薪水 2万块底薪 然后bargain power包括说 他们的个案量 一个人可能外展生肖 外展社工只有10个 那我把一天的社工就是30个 可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社工量 到底loading有多重 他们要做外追 后追 就是安置机构以后 离开了以后 他们要后追 然后他们要做自立方案 就是当少年离开安置中心以后 他必须要帮助少年独立 以至于台湾的社工工作量非常大 然后 所以我们说 其实他们非常重视 品质和开发多元 这个包括说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台湾少年 非常需要工作 所以他们会跟 他们这些社工 需要有金融的背景 需要有劳动的背景 他们必须要能够 leverage 所有政府的资源 甚至他们有一个就是说 跟香港马会的合作 香港马会会跟香港的中小企业合作 提供他们培训 然后他们的培训的工作 就不会只是说 我让你最后是到707 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到机场 或者是到中小企业区 让他们可以看得到未来的工作 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台湾在针对少年的这个部分 其实牵涉非常多的单位 但是教育的单位 譬如说我们要 临终错 大众教育的KPI 就是临终错学生 那临终错你会发现说 学生回到这群高风险少年的小孩 他可能很早小学 四年级就开始停止学习了 因为他回到家里 他是没有办法好好读书 没有人教他读书 所以他回到学校了以后 他慢慢开始终错 所以我机器把它找回来 他会在哪个地方 一个在教务处睡觉 第二个是在学校操场跑步 因为老师的工作量loading太大 以至于没有办法teller made 能够陪伴这群学生 但这不是每一个学校的状况 还是有非常多热情的老师 那我们社工的KPI就是 我六个月我可不可以截得了这个案子 我可不可以截得了 这高风险家庭小孩的案子 那我们做的在值的部分 稍微少了一点 还有台湾有外包社工 所有的高风险家庭的社工 现在的量都是由地方政府 外包给外包的社工 以至于外包的社工 到底是外包社工的责任 还是在政府里面 组织体系这个社工的责任 常是权责不分的 那我们当然也不用讲个话 不会都很想联系 如果说这个高风险家庭的父亲 他现在失业 或是他有精神疾病的状况 到底这个外包社工 可以跟卫生局 或者是其他单位说 对不起你要解决这个高风险家庭 这个家庭源头的问题吗 其实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大概都是参谱师的想象 这种参谱师就是说 我给你有的吃 我有给你有的住 其他你不要啰嗦 待会很旺的会有更多想法 好最后就是说 如果 其实应该待会在QA的时候说 台湾普遍对于 即使是在安置中心体系 或者是高风险家里的小孩 有一个想象 就是说 我如果要照顾你 可以 你必须是小甜甜 好 所谓小甜甜就是 你功课要好 那我可以补助你学费 但是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上大学 所以在这个专案 在这个专案出来 以后我叫非常多的电话 信件 她说 李小姐 我们想要帮助土豆大学毕业 我可以资助她到大学毕业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 美国的朋友 她就没有联络了 高航同学打开来说 雪莉我在台北有一个创业的公司 我愿意提供十多工作机会 我说那你有什么条件 她说 品性要良好 所以我告诉你 她们很多都有前科 我下一句话 我马上接不出来了 就是她有前科 那你的品性要良好 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中介呢 因为我们对她们想象 永远就是小甜甜们 然后她或者说 读书可以扭转命运 那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社工单位 只要是做少年业务的 非常难过到前 非常难过到前 她们宁可去做儿童的业务 小四以后很难进安置中心 原因就是 因为小四以后 课业也忙了 然后孩子的性格也定了 所以她们大部分都不愿意接受 更大以上的孩子 然后 好 我觉得这群人 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同情 可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她们的存在 必须要理解她们的需要 甚至在面对她们的时候 请给她们自尊 那这个自尊可能就是 我上次看到一个善目的头书 到报道者来 我觉得她写得很好 她说她刚刚遇到一个小妈妈 也就是18岁 就是生产 不未碰怀孕的小妈妈 她可能的说法 不会是说 你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这么少就怀孕 她可能会告诉她说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害怕 但是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这个生产室怎么一回事 你才解决她 我觉得即使是一个 非常温柔的对待和眼光 都可以让这个少年或少女 他感觉到他被重视 其实她们真的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而且她们觉得她们并不值得 被另外一个星球的人解除 我想现在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我就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 那我们就先用大把 太热了吧 对 来 那个 喂 你好 呃 我们刚刚讲蛮多 都是属于高风险家庭这一块 那我觉得今天大家去在这里 讨论这个议题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就是你们知道这个礼拜 是我们台湾第一次 儿童全力公约的 的 的 審查报告 所以我这几天都在那个 就是審查会议里面 我到今天早上还听到说 呃 就是有国外的委员问 台湾的官员说 到底台湾有没有少年 他是因为家境的困难 他没办法继续求学 然后我很印象深刻 今天教育部的官员说 台湾应该没有这样的小孩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经济补助 所以台湾不会有这样子的小孩 就是到现在我们政府官员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是这两天再听 有之后会有些感触 那刚刚讲蛮多 都是属于高风险的家庭 那我们如果把家庭的风险系数 做一个光谱的话 那有另外一群 就是他家庭可能更困难的 他们可能会被送到安置机构里面去 那我在之前也有做过另外一个安置机构题目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就也经常在想 就是我经常听到里面的社工在跟我说 我们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 但他们离开以后怎么办 那依照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 我们所谓的保护少年是在18岁以下 那意思就是说 18岁以后呢 他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安置机构 有可能他们在18岁以前就离开了 那他们离开以后该怎么办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访问了好几个少年跟少女 然后刚刚讲的 有一个少女她是从小被家暴 她说她小三的时候被她爸吊起来打八个小时 那她就在她爸打累的时候 跑出家门跑到警局去 然后那一天起她就被送进安置机构 接下来 她说她现在很多年以后她很厚远 当成那个决定 因为她接下来的时间 她爸再也没有看过她 她就这样少了一个家庭的支持 那不过她现在 她16岁之后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 你知道这些人 他们跟一般的家庭 她更少了那家庭的支持 所以她一旦离开 她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她如何活下来 所以她 她后来去当洗头小妹 那她的跟我说她底薪是5000 然后她洗一颗头 然后抽成11块钱 所以她每个月的薪水 她必须要洗400颗头 她才可以薪水赚到8000块 你知道8000块她住在社子岛 你知道8000块的薪水在台北要怎么活吗 她住在一个阁楼的夹层 然后她跟人合租一个铁皮隔间的房间 然后分到只有一张床的大小 然后她就是 她说她每个月她只要一领到薪水 然后她就知道说 这些薪水马上就不是她的 因为她每个月都不断的在负债 她的钱一拿到就要还她上个月的负债 那这是另一个少年 她也是从小被她包困在一个厕所改建的房间里面 然后就是她从外面被反锁 她的大小编在三点不到的空间里面完成 那之后也是一样反正就是送安置 那她更早的时候离开 因为她国中的时候社工觉得她可以返家了 但她自己心里面知道说这个家她回不去 所以她返家之后就又离开了 那她离开之后跟就是所有的跟其他少年一样 她离开之后就想办法让自己活下来 那她16岁她跟我说我在见到她的那时候 她说她找工作早了两个月 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她就是沿着 她就带着一碟履历 就是save那种很便宜的履历 然后就到处去发 她说她只要看到有真人她就进去发 她发完了5本履历 没有半个人要用它 她那时候就跟我说 我才16岁 为什么我每天都要烦恼钱的事情 一般16岁的人应该是在学校上课 然后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在想 我下个月要吃饭的钱怎么办 我下个月房具怎么办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也很想要休息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只要没有找到工作 我就会很担心下个月要怎么办 所以她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你很难想像一个这样的年纪 她会承担到这样子 就是不属于这个年纪该负的责任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流程 所谓的安置机构就是 我们刚刚讲说 包含她受到家暴或家内性情 就是然后经过社工来评估说 她家庭里面已经失去了照顾的功能 就要把她移出 然后移到一个照顾体制里面去 那从这个表里面看到 我们一开始会有送安置 那所谓台湾的安置 就是安置机构跟寄养家庭 那之后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在18岁之前 他们可能就会结束安置 那结束安置之后 台湾的政府还有两条路 它一个就是让她返家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她如果没有家庭的话 就让她自立 就是大概是政府处理的一个流程 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很好奇 就是你当初把她移出家庭 是觉得她家庭失去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安置通常都是长期安置 我们平均安置的年限是7年 平均是7年 就是几乎你就是小学进去 你可能国高中才离开 你整个这么长的时间 没有跟家庭的人接触 然后你在这个时间点把她放回去 她真的回得去吗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 就是这些你所谓返家以后的小孩 他们有多少人又离开家庭 那时候我问社家属 他就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 就是我们的政府到现在 其实并不了解说返家之后 是不是还有再离开的少年 我刚刚讲的不管是 刚刚那两个 不管是少年或少女 他们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社工觉得他可以返家 但实际上那个家 他是回不去的 那从这数据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每年大概有 将2600到3000名 这样子的少年离开安置机构 然后我们看到旁边 有个很短的那个红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申请自立方案 就是申请自立方案 就是政府会给你补助 包含你的租金补贴 就是我会觉得说 你在外面生活 你可能需要一些补贴 但我们看到去年的数据 我们大概有2600个少年离开 家外安置 然后申请到自立生活的 大概只有137个人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然后那时候我们问政府 他的回应就是说 他们没有申请 那可能就是他们没有需要协助 就是你很难想像说 当初这些少年离开之后 他们会没有需要协助吗 所以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那那个落差 我们再回来看 这张表的话可以更清楚 我们照理来讲 会有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在返家这地方 有一个后续的社工 就是后续追踪 我们的法律里面规定 你只要离开家外安置 至少社工要后续追踪你一年 在这一年里面 如果他有任何的需求 你可以再帮他申请其他的补助 那为什么这个角色 他好像没有发挥他的功能呢 就是如果他看 就是好像没有 后续社工没有发挥他的功能 看到这些少年 离院之后生活的困难 去帮他申请补助 那我们可以在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很多人都讨论到 就是台湾社工的个案量 你们知道 就是台湾的后续社工 虽然我们法律里面有规定 但这个其实各县市 到底有没有编列这样的人 来做后续追踪 其实是不一定的 那我印象 比如说他就有各个县市资源的差异 那我记得像台北的话 他有两百多名小孩子要后追 他编了八十名社工做这些事情 那高雄那个时候 他有六百多个儿子要后追 他只有八名社工做后追的事情 就是你很难想象 这样子的社工人力 他们到底要怎么去 关注到每一个少年的情况 他顶多就是几个月 我打一通电话给你 然后或者是 然后我就可以做到了 政府交付我应该做的责任 那这样子到底他有没有办法 看到少年生活的困难呢 其实我后来去访问了一些 做后续追踪的社工 你在他们的经验里面 你会听到 他们其实做得非常的挫折 就是一来是 台湾的后追社工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政府很习惯把这些所有的服务都外包 所以外包的时候 他虽然是后追社工 但他不会只做这件事情 他同时间接了好多其他事情 他还要做家庭的服务 他还要做其他行政的工作 所以他不是一个专职的后追社工 你在这么 负担量已经很大 他还要做其他事情 然后他就算很有那个意愿 想要去照顾这些少女 或追踪这些少女 他们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我听到那些后追社工 他们做得非常的挫折 他就会跟我说 我看到那个少女 我觉得他可能有需要 比如说 比如说他 有一个社工跟我说 他就看到一个少女 他0月只有18岁 跟一个大他30岁的男朋友 住在一起 然后少女没有正当的工作 就是他会很担心这个女孩的状况 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介入 就是一来 他没有办法跟这少女 培养长期的关系 然后时间一到 他就可能要继续结案 然后开启下一个个案 所以他们做得非常的挫折 那个案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在第一线的现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听到那些社工跟我说 跟我说就是 我们找不到这些小孩 这些小孩不愿意跟我讲他的困难 然后我自己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也经常在问自己说 那为什么到底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后来我们就到香港去看 香港我觉得他们外展社工 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他们 我刚刚讲到 香港有24小时的外展社工 就是他们即使在 然后外展社工 他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他主动的到 这些少年会去的地方 比如说网咖啊 酒店酒吧啊 然后舞厅啊 就到任何 他们觉得少年可能会出没的地方 主动去找他们 然后跟他们交朋友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他们不会 就是他们不会去评判 那个少女他的交友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少年 他在跟你接触的时候 你知道他这段时间都在用药 或者是他都持续跟方派的混在一起 但他们什么都不会讲 他们就是 经常约他们出来吃饭 然后约他们出来走一走 换换 他们就是要 需要长的时间 来跟这些人培养关系 那 直到 他们说直到那个少年的需求浮现 就是直到那个少年跟他们讲说 呃 比如说 我那时候访问到一个少年 他 那个社工陪他陪了三年 然后到18岁的时候要找工作 他投了两个月 比找不到工作 他才跟那个社工说 我想要回去念书 然后那个社工就跟我说 这是他一直在等的关键时刻 就像前面那些时间 你跟他讲再多大道理都没有用 他说如果那些讲大道理有用的话 他也不需要我们的存在 所以他就说 等到那个少年的需求浮现之后 他很积极地帮他 就陪着他一起去找学校 然后帮他找一份可以办公办公工作 让他整个生活稳定下来 他就不会再回去跟其他那些用药的朋友在一起 就他整个状态就稳定下来 那我们也很好奇说 那为什么香港可以接触少年 就是我经常在这样访问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说 他陪个个案陪三年 他陪个个案就陪就是好多年 我就觉得天哪 就是到底为什么是 他应该等一个个案等这么久 那我觉得他们 香港的话 就是他们其实 第一个就是他们 政府的角色其实很支持 然后他们投每年 投无益台币 在做外展的工作 就只有光外展 他们就投了无益的台币 然后另外一个是 香港他们的观念 刚刚有讲到 就是他们一开始觉得少年是热事的 但他们现在观念有非常大的转变 这也是这两天在儿童权利公约里面 一直在讨论到的 就是少年的身份 应该从独立转为权利 就是如果是独立的话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被帮助的人 权利的话 应该是他有更好的生活 这是他值得他应得的东西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 就是他们有很强大的工会 他们所有的个案量 都是工会去跟政府协商之后 公布在网络上的 所以他们有非常大的 去跟政府谈判的作用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大家 在场社工会蛮羡慕的 在香港的社工的薪资 我说大学毕业的薪资 起薪大概是2万港币 大概是台币8万 他就高出了香港的平均薪水 就是他比香港的薪资还要高 他起薪就比人家还高 而且他让香港政府 让公司部门的社工 他们同工同酬 所以他让很多的人 必须投入到第一线 私部门去当社工 他不会让 像台湾可能有很多的人 会想要去考政府的社工 因为他的待遇比较好 但他们不一样 他们就尽可能的让 所有社工 便宜去服务第一线的 这些困难的个案 然后再来是 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 外展的社工很重要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我们在跟这些少年接触的时候 少年其实是很需要时间去陪伴的 他们一开始 不会很快的就相信你 他需要你一段时间 跟他建立关系之后 他会慢慢的透露 他自己的困难给你知道 你知道青少年很轻嘛 就嘴巴很硬 他即使现在生活的再残 他都不会想要跟你讲 所以他会很需要 有一个人去跟他交朋友 然后看到他需要什么需求 然后再帮他联集其他外部的资源 那台湾的社 台湾的社政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些服务 是我们少了一个 去跟少年做中介的角色 所以我会觉得 外展这个社工 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也因为 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包含他们限制他们的个案量 他们有让他有更多的余裕 可以去看到青少年需求 发展出很多 非常新创的一些服务 然后这是我去采访的另外一个机构 他们 就有 他们从青少年外展开始 然后他们也想到说 你不能够永远都是在 街头上面找人 所以你应该更积极主动 你应该吸引这些 在深夜在外面游荡的青少年 来你的地方管 所以我去那地方 我觉得非常的酷 它是一栋十六层楼的大楼 斜青社的土霸 十六层楼的大楼 它顶楼有攀岩场 有部外游泳池 然后一楼室内的篮球场 然后它还有滑板场 然后还有一整间的 就是电玩的打电竞的教室 然后它还有看电影的 就要整栋大楼都是专门设置给 就是青少年希望他们可以来玩的地方 然后他们除了 就是有这些玩的地方 他们也看到说 有很多青少年深夜在外面游荡 他可能跟家里面有冲突 他并不想要回那个家去 但他又不像台湾有那么严格的需求 你可能必须要真的被你爸 虐待到很严重 才被送安置机构 所以他们在他们中心 都自己开了一个短期的宿舍 就是你只要有需求 你现在对家里的冲突 然后你并不想要这个时候回家 你就可以来这里申请 你就可以来这里住 那他在你在住的时候 他就争取到有一段时间 可以进入到你家庭 去帮你做一些补物 然后刚刚还有讲另外一个暴走车 就是这台车 他们会开着到各个地方去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青少年的服务 它并不是你用地区来划分的 他们可能常常东奔西跑 然后或者逃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开着这个车 他们到深圳的关口 然后他们觉得有很多的 香港的青少年 会跑到深圳那地方去用药 然后再回来 他们就守在关口那地方 然后半夜等着他们回来 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 那除了这个之外 刚刚讲到就是 他们因为有比较多的语欲 所以他们也看到说 现在有很多的青少年 他并不是在 他们没有半夜在深夜 在那里游荡 所以他们看到说 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 他是在网路上面活动的 所以他们开展了就是 全球第一个这样子 网路的外展的社工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 我那时候访问 那一个外展社工会 然后他们就说 你要吸引青少年 你就首先要知道 他们现在最喜欢什么 那他们就说 他们喜欢那个 英雄联盟 我不知道在场有人有玩吗 我是去那边 我才知道 现在原来这游戏很夯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他们就知道说 现在的青少年喜欢打电玩 你要给他一个吸引他们来 所以他们就给了一个前景 他说培养你成为电竞选手 然后果然他们在网路上面 PO了这个活动之后 就吸引非常多这样的青少年来报名 他们并不是很被动的 要一直一个一个去找这些青少年 他们更积极主动 希望吸引这些青少年来 然后那社工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活动 他把它形容成是挂羊头麦克鲁 他说我并不是那么关心 说他们电竞带来打得怎么样 会不会当一个电竞选手 但他说我需要一些时间 我需要跟这些少年 有建立关系的机会 只要他愿意来 我可以跟他建立关系 我就可以有办法提供后续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 香港的社工 他们因为没有那么大的loading 然后所以他们 可以开展出 然后以及他们有长期以来 这样子外展的经验 他们一直贴在第一线 知道现在青少年喜欢什么 然后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开展出很多创新的服务 所以这大概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包含谢谢 包含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让有经验的人来献身说法 大家好,我是旺德,今年就是剛進入政治大學社公所, 我反而也就無聲這樣子,然後我在六歲的時候,進入理由的機構, 我八十八歲的時候理由醫院,總共長達十三年的歷史, 那在裡頭,我體驗到就是,一個安置的機構,他如何去管理, 或者說家國庭教養,這樣他也是長大,然後到經歷了理由的過程, 然後呢,直到現在的我自己,那我自己在大學的過程, 我自己在大學的過程也進而去反思到,就是我自己的這種焦慮跟不安, 還有對未來生活的這種缺乏的想像力,因為在譯文裡面沒辦法提供一個, 那因此我啟發我去研究說這個議題,然後後來我在大學裡, 以這個議題去申請科技部計劃,然後也這上面有獲得這個最佳的創作獎, 就是關於真正研究的,六月機構的這個研究,然後我訪談了幾位, 也是一樣在從六月的安置機構裡面到就是離開,然後到進入社會生活, 他所面臨的可能對自己的生活的想像,或者他如何看待自己在六月的教育的環境, 然後在這座層當中,我就要先介紹我的女生家庭,以及我的朋友, 機構環境 然後我自己在這個成長度當中呢,就體會到了一些,呃,自己在面對於六月機構的教養文化, 以及出來外面之後呢,對自己生命的這些影響,那接下來呢,就會用我從我的原生家庭來介紹, 然後介紹到六月機構,然後到我現在的人生,這樣子。 好,沒關係,我先講自己的故事好了,我一陣家庭就是,呃,我自己,我自己的家庭是在一個,就是, 就是我的爸爸他其實民國二十四年出生,所以現在已經八十二歲了, 但是在這個成長過程當中,他從小呢,因為生病,生了一場重病,然後家裡其實就是很貧窮的家庭, 所以呢,在這過程當中,他就是,沒辦法,沒有情緒就醫,他就導致他重聽, 重聽之後,他在,呃,重聽之後,他就是被自己的這個,未來,就是不想像, 但是他搞工作的機會呢,都其實是非常的逐漸, 那這過程當中,他後來信曉我們,我們家有四口人,然後, 然後,我們家有四口人,然後在四口人當中,然後,五個孩子,然後一個爸爸,然後一個媽媽, 然後媽媽呢,從小就是因為因病就過世,然後只剩爸爸來照顧這樣子, 然後這是,這就是我們家的,我們的家庭,就是這麼大, 就是,呃,成舊的那個家庭擺設,然後,所有的很多家具可能都是從外面撿回來, 然後,這樣過的日子,然後可能家裡擺比較凌亂,然後擺放的東西都比較成就, 下一頁,下一頁,然後,剛才就介紹了,我的爸爸其實呢,從小就是國小畢業, 可能職業就在夜市擺攤,然後,沒有收入,可能收入就不穩定, 然後呢,是一個貧窮,然後有聽覺障礙,他目前也會面臨老的異性, 然後,我們家只有十次有八哥哥跟爸爸的同住之外, 其他的四個,其他的三個小孩子都到了娛樂機構, 而且都到同一間娛樂機構,然後接下來,下一頁, 接下來呢,接下來,就是來介紹我們的娛樂機構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的娛樂院的長相,大家覺得怎麼樣? 很乾淨,很新鮮,或者是說,很有這個巧克力,整潔, 或者給人家的面看起來就是很好, 的確一方面,他想要講現的就是一種教養文化, 你看,我們有一個提供感育這麼優渥的環境, 還有異性電視,有獨立的女子遺跡,有各種生活空間, 他各的擺絲都非常的棒,比起就是可能在播出前這樣講, 確實,有些很多的資源的意圖,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的整集,他的乾淨, 他的這種呈現,他的頭背後又有多少人的環境, 有多少人的心力的這種投注,他才能呈現出這樣的畫面, 剛剛下一頁,在這個過程中,我就要去比較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然後呢,我自己從中也體會到說, 其實我們以為,我們來到了育兒機構, 我們是為了脫離學生家庭買, 就是讓自己的生活可以獲得改善, 可是沒想到育兒院的這種教養方式, 我想利用這句話,看起來是這樣的, 他就是告訴我們,你有的用就好, 你有的穿就好, 像我們在外面,我們常常都會被賣, 現在人中不吃,或是常會被檢討說, 欸,看外面多麼可憐,都吃不飽, 吃不飽,啊你自己還怎樣, 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你就會覺得說,其實我們自己是非常自責的, 我們一方面,自己生活已經過了, 不是那麼順遂了, 可是我們還要自我的苛責我自己, 對,我育兒還要更好, 我要懂得感恩, 我隨時隨地的, 都要請示我自己有沒有做好, 有沒有符合規範, 然後這就是我在義務院講的文化, 接下來下一頁,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把一生家庭跟我的義務機構去做一些比較, 你可以看到我們一生家庭在生活空間上面, 確實非常狹小, 而且睡的空間也非常不舒服, 你看,在對比一下義務院的機構, 有沒有,非常的有自己的獨立, 公開寬廣的庭院, 然後呢,還有獨立的空間, 生活環境都非常優渥, 可是呢,下一頁, 我們可以展現到說, 我們在物質生活方面, 我們確實原生家庭也非常的成就, 所有的東西就只有塑膠袋, 橡皮筋, 就只有雜亂的物品, 可是對比義務的機構, 你看生活各方面, 一應俱全, 有古典鋼琴, 有做球台, 有一些洗碗筋等等的配備, 文字文教用品也非常的充足,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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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見了, 可以感覺到很寒, 接下來就是可能會有些比較, 你會看到說, 義務院的工作在他的教養的方式, 他提供了很多的才藝活動, 才藝學習, 也提供了很多的這種, 生活的規範的訓練, 教我們如何做打掃, 如何打掃痕境, 教我們面對, 就是可以自己洗碗, 或是自己處理自己的家務等等的, 可是呢, 我們現在的強調說, 看似有很多資源對不對, 可是有三個層面, 首先第一個層面, 就是說, 東西都是別人給的, 別人送的, 所以人家送什麼給你, 你就只能從這裡頭去挑, 然後, 我可以用的東西, 變成是說, 這個資源變得很少,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可是, 這些資源很少之外, 你對於這個, 比如說你對於一些, 桌上會擺上的這些書籍, 你可能只有一些參考書, 或者是說一些, 佛教的經典, 我們是佛教的機構, 佛教的經典, 或者是一些文教類的, 可是你可能其他想像, 有漫畫嗎? 或者是說, 一些圖書、繪本, 等等的, 故事性的, 都沒有, 都不會在你的想像當中, 所以變成, 你就只能接現有的去做選擇, 然後呢, 你要資源, 資源的確在那邊, 也有資源, 可是你必須要跟他談條件, 比如說我今天表現很好, 我今天拿一些地方, 我對育幼院有什麼貢獻, 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我值得你給我這些東西, 必須跟他談談的過程, 你才能料到這些資源, 這個資源不是你, 我想要像一般家庭, 我想跟爸爸媽媽說, 我想要去看電影, 我想要去什麼, 可能就是隨便, 輕易的就可以應譽, 可是我們自己就要要資源, 而這個過程中, 我們必須學會懂得看臉色, 什麼意思, 當大家今天覺得心情不舒服了, 心情不好, 或者是你可能得罪他了, 那你就別想要拿資源, 因為他就會覺得, 你現在得罪我, 你今天惹我不開心, 你為什麼要點你這些資源, 即便這些資源是應得的資源, 不能因為你表現怎麼樣, 而不給你, 但是這個過程, 你就會懂得學會看臉色, 就好像一個小學的社會, 然後在EUA裡頭, 你無法提供這些資源, 比如說補習, 比如說各種, 可能需要花另外的錢, 或個別的服務, 你無法提供, 那無法提供呢, 有兩個面向, 在EUA面向為了廣控成本, 我們成本有限, 資源有限, 你不能每個人都想要的資源需求, 所以呢, 我就提供一個很普遍似的, 那如果你要個別的話, 就想都沒想, 因為圓童呢, 如果沒有這些服務, 或者說沒有這些想像, 一起刺激, 你哪知道原來還可以出國, 原來還可以連研究所, 原來還可以有機會, 可以有不同的, 出外的發展, 完全都沒有想像, 你只知道, 好好地過好日子, 平凡一下就好, 然後下一頁, 在對生產過程當中, 你看活動安排, 我們有很多的, 有學習才藝, 然後有參加會議, 下一頁, 然後呢, 你看也有法律課程啊, 也有團體外出, 文教機構的參訪, 或許這些資源, 可能在我們一般家庭, 不一定都能擁有, 可是呢, 下一頁, 可是這個活動安排, 它其實有一些, 在一位有一些美感, 可以三個都不出來, 沒關係, 然後在這個活動當中, 你可以看到, 你就隨時隨地的, 你必須要遵守規範, 遵守什麼規範, 機構可能就是很注重, 這個時間規矩, 可能從早上八點, 可能五點五時就要起床, 然後呢,八點, 就準備是, 一般平常的就是去上學嘛, 然後這過程當中, 可能還會有一些禮佛等等的, 要做打掃, 一天要打掃兩次, 然後每天的生活, 就是按照這個步調去走, 要自己洗衣服, 要自己去做任何的打掃工作, 所有的時間序列, 都被人家安排好, 你不能夠隨便說, 我今天想要去跟朋友看電影, 我今天想要去, 出去外面去欣賞文化表演, 沒有,這回事, 你就必須要把你, 該做的根本做完, 隨時隨地, 你想要有任何的資源, 你就要為機構去想說, 欸, 機構會不會, 會不會覺得我這樣做不OK, 我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機構的安排, 我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哪一個阿姨, 哪一個照顧者的這種辛苦, 都要去隨時隨地為別人來講, 然後願逃難以參與決策討論, 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只是被動的覺得說, 啊, 我們就只能, 人家不安排什麼, 我們就怎麼照做, 我們沒辦法去說, 我真的有這個需求, 我可不可以跟大人, 或者跟這些, 社工, 教保語言, 提出一些來討論, 也很難, 那你也很難, 針對個人的發展訓, 可能我們提供的是基本的這種, 很背實的需求, 可是呢, 如果你要各種不同的發展, 你想要去做一些, 比如說, 剛才在場的很多不同的職業, 這個職業的成長過程, 就像一顆顆種子一樣, 從小都有肯在生活當中, 去播種一下, 然後去生根, 可是在悠悠我們看到的想像是什麼, 就是, 做一些很低階的工作, 或者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 好像以為你只要付出勞力, 你只要努力, 你只要讀書, 很平脂, 很單性性的發展, 就好了, 他不會告訴你說, 原來, 其實你還可以為了還有不同的發展, 你可以自己創業, 你可以在這創業過程, 你還可以去想想你要創什麼業, 然後呢, 對於網路媒體的發展, 等等的, 這些都不要想, 就沒有, 就是很單性性的, 很單一的這種想像, 然後不能使用機構空間跟支援, 剛剛看那個機構空間是蠻大的, 還有很多這些資源, 可是你不能夠隨便運用, 你也都有規範的, 時間到, 時間到, 時間空間, 時間只有幾個時間開放, 沒有開放的, 你就不能用, 你今天想要這邊討論一些什麼東西, 你沒有經過程序, 你就不能夠使用, 所以看似有資源, 看似空間很大, 尤其我的原生家庭, 他們很誘惑, 可是你看看, 層層的都讓我們看到, 都是被管控的過程, 然後你也難以, 這個管控的過程就難以看到說, 你看, 他的教員文化, 就是非常的, 有高度的權威, 權威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人, 那個, 比如說我們的主任, 或者我們的教保員, 說的話, 他說的話就是他的這種規則, 我們小孩子, 比較就是被管理, 被教養的那些人, 我們就只能默默的, 你這樣怎麼做, 我就怎麼聽, 然後呢, 品格教育, 成為有教養的人, 為什麼花點線? 因為他的有教養, 其實是育幼願學的, 他什麼叫做有教養? 不是我們算做打扮, 女生應該怎麼樣, 男生應該怎麼樣, 背後有一套性別的意識在運作, 男生要展現什麼樣的氣質, 女生要展現什麼樣的氣質, 或者是說, 一個好學生應該要什麼樣子, 好壞, 美醜, 乾淨不乾淨, 體面不體面, 這個區隔化解的過程, 就是透過他們的教養, 讓我們看到, 原來有教養的孩子應該要變成要有怎麼樣, 男生應該要展現什麼樣, 女生應該要怎麼樣, 參與決策討論大家也講過, 沒辦法, 那為什麼懷疑不很好? 因為有一個照片, 就是我們的確有, 後來有開一些小會議, 針對一些議題有開小會議, 但是這個會議呢, 多數的時候是一種自我的贖罪, 我這個禮拜做錯了什麼事情, 哪裡需要感激? 我什麼時候才能更好? 我覺得自己這個部分, 我的行為, 我的表現, 我怎麼樣做才不會讓大家很擔心, 有沒有? 不是一個開會議, 應該討論我們的權力嗎? 討論我們自己想做什麼事情嗎? 不是, 先檢討自己, 檢討自己不對勁, 檢討自己哪個行為不好, 然後呢, 在過程當中, 就很多的訓話, 折罰, 提罰, 剛剛打屁股什麼的, 其實我都有體驗過, 比如說, 舉禮指, 舉十張鐵翼, 或者五張鐵翼, 或者是說法規, 踢屁股, 或者是青蛙跳, 蜈蚣肘, 各種側滾翻, 這種體能訓練, 我一一都體驗過, 也被打死我的心, 也被隨便, 就直接看你不爽, 或者是看你表現不好, 就直接撒你巴掌, 這都有, 我都體驗過, 所以在這個功能當中, 你就看到說, 我從育幼院這種, 很體拔的, 很像比較權威教養的方式, 到後面慢慢的, 比較提倡所謂的愛的教育, 或者是, 比較權利式的教育, 我都可以看到, 育幼院為了管控管理, 他可能會有哪些手法, 然後當然裡頭還有, 就是像小型社會, 大孩子可能圈頭比較大, 或者是說, 講話聲音比較大, 比較兇悍, 就有些, 帶其他小弟一樣, 就是, 好像就請說說, 我是那裡的大哥, 你就要聽我的, 可能就叫你幫我去, 地衛生吃, 幫我去擦皮鞋, 幫我去拿地上東西, 就可能就有這種, 這種關係在, 所以在裡頭, 就好像一個, 很小型的社會, 那我們來, 好, 那下一頁, 所以呢, 我們對未來生涯的想像, 直接說, 上一眼, 然後, 對, 就是簡單平凡, 我們這樣子就是簡單平凡, 就是你對未來, 你對未來的想像, 他們通過那個管理, 在育幼院的角度來講, 因為平凡簡單, 所以我就不要耗費他們多的資源, 給個別化的服務, 對於孩童來講, 我因為平凡簡單, 我生活才能過於得去, 我才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 如果我要更多的奢求, 我肯定會負債, 就會落入, 像一個很貧窮的, 高風型的家庭, 因為它更多的負債要去付, 或者是更多的這種危險要去付, 那再來, 對於賺大的錢, 物具享受, 我總是覺得很奢侈, 從來沒有想過, 剩下的什麼? 只剩下愛心, 只剩下耐心跟同老心, 我為什麼會來當社工, 就是或者繼續專業社工這個角色, 因為是因為, 在過程當中, 我看到自己的幸運, 同時看到別人的不幸, 可是當這個社會, 仍然存在幸運與不幸的這種劃分的過程, 代表這個社會, 仍然存在很大的正義,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如果我有能力, 雖然我, 經歷過很不幸的過程, 我希望我可以, 我可以將自己的經驗, 將自己的過程, 用, 我認為, 對待一個孩子, 或對待一個青少年, 應該有的方式, 就是權力的, 權力感的方式, 來, 對於這些我們服務的青少年, 讓他們知道說, 自己的這種, 所有的遭遇, 不是個人的問題, 不是你基因太差, 不是你天生, 你的家庭, 你的爸爸媽媽, 就是, 誰叫你爸媽媽問題, 是這個社會, 復工秩序, 是社會的結構, 讓我們自己成為, 變成這樣子, 那你會讓那些人知道說, 自己被受服務, 我不是被受, 我不是被服務的構成, 而這本來就是我應該擁有的, 像剛才談到權力工業, 權力工業談到的, 我們從福利被服務,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是, 好, 要資恩, 惜福, 到後面我變成, 我覺得我有能力去擁有這些, 可是呢, 我後來又發現到說, 當我成為社會溝通者的過程, 我竟然是禁貧者幫助持貧者, 大家可能聽到這個過程, 台灣的社會的結構, 可能我從音樂出來, 以為可以獲得到更好的, 至少可以脫於這種承諾管控, 可是面對我到了一般的社會, 我面臨這樣的狀況, 我必須能來在社會的底層, 在社會的邊緣, 做徘徊, 我必須要學時隨地的, 就是平凡簡單, 我不要有任何的開銷, 我以免落入持貧的生活, 所以我現在就是靜貧的階段, 然後讓自己能夠維持這樣基本的生活, 不要落入自己, 免得我自己可能連生活都來不及了, 我更有辦法去想像我的未來, 可以有什麼樣的發展, 然後最後一頁, 所以最後一頁我就談到, 對我來說, 貧窮, 它不是金錢是一個問題, 它更在生理跟社會跟人互動的過程, 你有局限, 你覺得自己不足, 你有羞恥, 你覺得自己很丟臉, 你覺得自己不值得, 不配, 可以全部都下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 我自己, 很多人, 這不會只有我個人的問題, 想要強調就是, 每個人在過程中我看到, 很多人沒有自信, 因為他很多人都沒有學習的機會, 這個學習不是只有學校的正規教育, 包括很多經驗的積累, 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完全不敢造型詞, 因為美學的打造, 跟外面其實非常不一樣, 我為了管控成本, 對於美學打造其實不關心, 不在乎, 所以總會覺得自己從頭到腳都不合格, 不敢建立法院, 不知如何挑眼鏡, 不知如何挑衣服, 進去餐廳, 容易緊張, 覺得不好意思, 覺得很丟臉, 因為強烈的違和感, 凶詞感, 覺得自己怎麼不害在這邊啊, 自己應該是吃路兵攤, 或者是想講好拖什麼之類的, 不敢爭取資源, 覺得自己配不起, 平凡就好, 與全文人士容易結巴, 在這個公共產國, 覺得不自在, 正式的空間覺得不自在, 因為你沒有經驗, 你害怕出錯, 覺得容易不留意,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就讓我看到, 原來貧窮它已經不是只有資源不足, 而是細膩的深刻道路, 肉體、血液跟靈魂, 所以我常常在講, 貧窮它好像就是一種靈魂的罪, 你隨時隨地的覺得自己不足, 配不善, 不值得, 不夠好, 很醜, 所以, 我到外面, 當我進去大學念書, 到後來到研究所, 我就是需要讓大家跟我同樣的一個出境的人, 讓他知道, 你並沒有這樣子, 你應該得到的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你贏等等, 所以你應該要為自己的生意, 因為自己的處境所發生,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王總, 我們現在請蔡政府法官, 來跟我們從一些制度面, 因為他是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 所以請蔡法官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經驗。 謝謝主持人, 我一直以為你是賽德客主, 賽德客主, 現在下一票, 你是要唱歌的那個原住民, 然後, 雪莉, 你好, 還有, 留了夫子勇達, 他剛才認識的忘恩, 其實少年法官, 他看你們都坐著, 不要給其他人壓迫幹, 那我看你們坐著, 我也跟他坐著, 那, 那, 要看到我, 那, 如果我很累了, 就坐下來了, 那, 那個法官請問一下, 你平常是坐著還是站著? 坐著, 所以他是習慣坐著, 偶偶站一下, 沒關係, 雪莉,對不起我插一下, 那個, 你的電腦, 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你要來操作一下, 抱歉, 因為我們這個是, 還有陽春, 我們也是追求品牌, 那個, 阿凱, 我們沒有PDD, 沒有PDD, 好, 因為他們告訴我來說, 應該是回答問題, 不過, 你給我12分鐘, 好, OK, OK, 那, 我是在台北第一任當少年法官, 那, 我的少年法官工作有15年了, 一年大概可以要處理, 300到400個少娘劍, 你血汗, 好, 因為台灣一年, 大概, 現在, 大概靠近兩萬, 不到兩萬的, 吃法少年, 那, 剛才雪莉說的, 我們那個, 如果是, 所謂高風險, 高關懷的, 就是社群少年嘛, 另外一個, 有一些犯罪, 包括魚犯, 都會到被吃法少年, 那, 如果, 把他一般, 比較通俗的方法是說, 一種是可憐的小孩子, 一種是可惡的小孩子, 然後, 一般的觀念, 我們就處理那種可惡的小孩子, 那, 其實, 告訴大家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 300到400個案子裡面, 大概有一半, 就感冒發燥一樣, 來了, 不會再來, 會讓我們比較擔心, 比較害怕的是另外一半, 那, 我後來發現, 這一半的小孩子, 其實都是可憐的小孩子, 就是他家裡出現一些問題, 大概一少例外, 因為我們每一個少年案件, 大概做一個調查報告, 就是我們有一個, 好像今天有想來討那個, 所謂官務人, 叫做調查官, 保護官, 他們做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 幫他個人狀況, 家裡狀況等等, 所以我們會知道這小孩子的狀況, 如果一個小孩子, 一直來討論的時候, 我們看他這樣的狀況, 大概, 很少例外是好的, 大概跟大家講的情況都差不多, 就是家裡出狀況, 那, 那這些小孩子, 我們本來想像他在學校, 應該會有老師幫忙他, 就問他學校沒接觸他, 那我十幾年前, 看到學校的, 那時候所謂的, 訓導, 或是輔導老師, 主任, 通常都是很粗壯, 很粗壯, 他們的輔導工具都是疼調, 那, 不然就是很穩弱的老師, 被推上去的, 那時候去做研究發現說, 學校的專門, 做輔導老師, 大概不會錯過兩年, 他離開了, 就不做了, 因為那個是苦才四, 苦才四, 那, 我那時候, 有時候對學校做老師還不滿, 我說, 這樣的小孩子是最需要你們的, 教育, 做老師不是要做這件事情嗎? 那些好學生, 家裡很好的, 請你不要阻礙他去嘛, 他就會發展很好, 需要你們的, 就可以表現老師, 真正有用的是這些學生嗎? 你們怎麼又放棄他? 那我看到是這樣, 那, 不過, 好像這幾年有個變化, 今天有一些所謂的輔導老師來了, 我看到是103, 有一個學生輔導團, 他正指的是, 好像是最近教官的問題, 其實我看到是說, 有專任輔導教師進來, 然後, 有專業的輔導人員, 包括社工師跟心理部老師進來, 我記得差不多10年前, 我曾經是, 台北市一個什麼, 額少福利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那時候跟當時的, 台北市長, 說一句話, 我說, 一個偉大的城市, 那個, 他們用社工來處理小孩子的問題, 而不是警察, 其實前面還有一段話, 就是說, 一個偉大的城市的話, 騎腳踏車的人, 要比開車人多了, 那, 經過10年, 那個, 騎腳踏車的人變多了, 但是, 社工好像沒有變很多了, 所以, 這個城市還沒有偉大, 那, 後來另外看他就說, 因為當時, 社工在做少年, 所謂司法少年很少, 很少, 台北市還不錯, 就是, 你們在家提到少年輔導委員會, 社工, 20年前48個, 現在48個, 沒有變, 沒有被偉大, 那, 各位曾, 有知道一個叫, 兒少福利全力保障館, 就是在100年的時候, 開始做, 比較新的, 要新, 發現我有參加草安的地方, 那我們那時候觀念也就是說, 社福要做這一塊, 學校要做, 社福要做, 家裡接不住的, 那, 學校, 就在學校, 社福機構要做, 社福機關要做, 那, 所以那邊, 用了很多條文, 不過, 眼線上, 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 那我們自己也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也許大家聽過所謂, 邪真先行的觀念, 雖然禮貌生教授不同意, 但是我覺得, 應該這麼做, 就是, 邪真先做, 不要就把它丟到司法來, 司法不是一個, 好的方法, 好的方法, 那, 剛才那個, 詠達跟旺德, 也講到那個機構, 那, 在1997年, 少司法修法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 安一個司法安治, 司法安治, 那是本來取代那種少年建議, 那後來, 因為少年建議後來, 趕回府醫院, 角色學校, 然後, 我們希望在這前面, 一個安治機構, 可以取代, 取代, 那這幾年, 他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一, 保護世界醫院, 他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一, 換成人數的話, 不到兩百, 那改化教育的話, 就把它關起來的, 百分之六, 或是更高一點, 六到七, 然後六八到七倍, 我們本來講就是反過來, 反過來, 那這機構其實, 跟亂倫講的, 他本來是要替代家庭, 就是我的想像, 他應該替代家庭, 尤其是短期的, 就是, 你要把小孩子先放在一個人, 替代家庭, 因為家庭破掉了, 那我們, 社會要做事, 國家要做事, 是修理他的父母, 不是修, 就是把他修好, 讓小孩子可以回家, 我碰過了我的少年, 不管家裡有多不陪, 都比旺德家產太多了, 小時候了, 他們還是想回家, 不然家怎麼糟怎麼爛, 他們想回家, 你要把他放在少官所, 然後放在府院, 講這個笑, 不管他多大, 哭都死了, 一直哭, 那, 所以機構其實, 我們的機構跟我們的想像, 還是差很多了, 所以這個國家也是不為大, 因為, 有些小孩子真的沒有家, 他需要一個替代的家庭, 那應該很像家, 那台灣, 我們比較想像應該是, 另外一個家的安置, 我們機構都算家外安置, 那我們家外安置, 本來其他, 它是一個home的家, 家有家的那個樣子, 大概都像一個房子而已, 就house, 我希望它是一個house, 不是一個home, 所以, 真正好的機構不多, 這個不多, 我們法官用的, 都是些跟膽調, 那, 2013年吧, 其實我們的兒權公會是在, 11月20號開始, 11月20號, 大家知道是國際國統計, 國際國統計, 就前幾天而已, 那時候我也在, 我也在那個, 總統府, 我代表司法院去, 那, 我那是一個觀念, 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知道嗎? 這件事情, 就是, 每個小孩子都應該在, 愛, 被關懷, 跟理解的環境中, 長大, 他才可以, 完全地發展他的人根, 而且和諧地發展, 這是兒權公益前面的規定, 很少人談他, 我一直把他定義成, 兒童的家庭成長圈, 就每個小孩子應該都在一個, 很好的環境中成長, 比如說, 勇達本來邀我來這個, 這邊跟大家座談, 我第一件事, 下班不行, 因為下班, 我是, 我小孩子, 我家庭, 我的小孩子每天都要, 張開, 睡醒要看到我, 睡醒要看到我, 我大家都做到, 那, 那, 今天我還是要回去, 他們看到我, 所以我現在外面的出餐幾乎沒有, 因為每個, 我還有多少時間, 我想講個故事, 就是, 我在剛搭碗光的時候, 曾經因為, 失戀, 到來一去, 然後, 不過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任務, 是找一個, 我的朋友, 他做緩魂的, 他叫小曼福安苑, 然後, 還不知道很多叫小曼, 有一個男女, 叫小曼南伯安, 許曼南伯安, 那我, 我那時候去, 跟他們聊聊聊, 我突然跟他說, 你們這邊下班是大姓嗎? 下班, 他說, 我不是, 下班是爸爸的意思, 因為男女人啊, 他們生了第一個小孩子, 不管男女, 他們的名字就變了, 我就變成, 誰的爸爸? 誰的爸爸? 那時候, 因為我們每個人, 我們的姓呆都是三個字, 比如說, 蔡公虎, 李雪莉, 我們都會, 和姓都一個, 姓幫你框住, 有人還更可能, 還有一個堂號, 比如說, 國之輩啦, 孝之輩, 所以, 自由度很低, 讓男女, 那時候, 他們以小孩子為重心, 那一個家族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 比如說, 叫蘭浦安的爸爸, 阿公叫做小笨, 就是蘭浦安的阿公, 整個家族是一個小孩子為重心, 有點有趣, 那我這幾年, 其實覺得這個更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現在沒有名字, 我就是叫蘭浦爸爸, 我的賴清楚就是蘭浦, 因為每一個小孩子要長得好, 以後要過得比較辛苦, 他必須在家裡, 有父母關來長大,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父母, 父母可能因為生病了, 或是能力的問題, 那國家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也是一個義務, 國家是一個義務, 你要有義務, 讓他一個家庭好的經驗, 那我們台灣, 我覺得我們國家, 一直沒有以少女為中心的那種行政觀念, 我們對婦女的權利的觀念, 我覺得這十幾二十年來, 很多人的努力, 其實已經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程度, 但是兒童還差很多, 還差很多, 某種很多事, 你看我們的兒童的社會福利預算, 還是兒童在任何地方, 手座的概念, 這不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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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 我每次帶小孩子去, 我都要抱怨一次, 所有公共設施都不至於小兒子, 小孩子很難整, 我們已經考慮到眼睛不方便的人, 我們考慮到生理不方便的人, 我們考慮到生理不方便的人, 很少考慮到小孩子,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 離偉大的國家還太遠, 離文明的國家還遠, 那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 非常謝謝蔡馬官, 我們今天盡量讓你們早點回家, 先把他們趕走再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整個的說明裡面, 然後發現我們的制度不是太好, 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有沒有感覺, 其實我們是廢墟裡的國家, 廢墟裡的人民, 廢墟裡的少年, 當然, 可是我們的相對程度, 其實都比很多人好很多, 然後我們,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真正大部分有能力去照顧別人, 或者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可能就是在座的各位, 會關心別人, 那通常在, 剛剛那個旺德剛剛講的, 那個貧窮會讓他造成一種羞恥感, 甚至在, 他不敢去慾望, 然後, 以至於他在道德上面, 會有一些自卑, 然後, 你可以看到他在接受權威性教養的時候, 權威性教養我們很多都是, 都經歷過, 在三四十歲的人, 曾經都經歷過這種權威性教養, 那權威性教養一個方式, 就是讓你不斷的產生自協,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那個, 迷彩的《道德系譜學》裡面第六章, 裡面提到的關於, 道德常常是給能利用的, 就是你會有些, 道德, 主人不需要, 不需要道德, 大部分都是, 努力才需要道德, 他會不斷的內疚, 歸罪, 自己的不對, 所以他就會形成某一種惡性循環, 當你不斷內疚的時候, 你就會對自己的, 自我的不斷會貶低, 那當然我們在看待這件事的時候, 也會發現說, 我們也因為在某個程度, 因為我們不敢去欲望, 欲求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接受某一種, 長輩圖的說法, 有沒有, 平安就是福啊, 平凡就是美啊, 還有什麼, 平安喜樂啊, 我們不是說這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都會成為你, 如何度過這個痛苦跟苦難的一個很好的藉口, 所以當然他另外一方面, 他也可能會成為一種謊言, 那我先, 大概我們今天可以處理的問題, 當然在座有非常非常多的, 做現在的社工系, 你們要考慮要轉業, 對不對, 兩萬, 還有一些從事法律制度的建議者, 就是以後我們在公民社, 我們至少要把, 至少我們要跟香港一樣, 八萬塊, 八萬塊台幣, 是非常吸引人的嘛, 這樣大家都會做社工啊, 所以我們現在住在這裡的努力, 就是朝那個八萬塊準備, 這個事情會讓你們有動力去幫助別人嘛, 因為你當, 剛剛忘了講到, 講到一個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座的這些赤評者, 敬評者, 沒有我是講到我的心聲啦, 還要去幫助那些更可憐的人, 就是通常都是可憐在幫助可憐的人, 因為他才會有同理心, 所以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面去改變這些東西的, 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就會被道德勒索, 做社工為什麼那麼沒有愛心, 那麼少錢, 為什麼這麼少錢就不做, 那你的道德良心跑到哪裡去了, 我們就會進入到這種惡心循環裡面, 道德勒索,情緒勒索, 我們就被整個國家這種邪惡的制度所勒索, 我們看起來是很好的, 很善良的, 可是我們善良可能是製作為命, 在未來, 所以我們當然是在這裡共同討論的時候, 希望說大家可以提供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先開放三個, 開放三個人, 你可以在每個人一分鐘, 你可以做comment, 你可以提出, 針對我們上面的四位講者, 提出他們的問題, 來有沒有, 我知道你們都很難過對不對, 但是我們一定要振作, 我們好不容易站在這裡, 來, 1, 最後的那個, 我麥克風能不能拿給, 來,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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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現在只有兩個朋友, 還有一個, 好,你可以開始了, 大家好 我是趙凱 我現在是在山崎安任學校社工 那我剛剛聽那個學歷分享 就是關於高風險這一關是沒有感覺 因為我在學校剛剛社工 通常學校也是一個很常通過高風險的管道 那的確就是我想很愧是在國小的小朋友 是比較被關注的 因為小朋友他自己沒有自己照顧自己的難民 但是到國中之後的孩子 通常我們不太會為他報高風險 因為他會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會覺得孩子可以大 那的確他們很多孩子 特別我在山崇 很多孩子都是14歲 他們要養活家或養活自己 他們都會到山盒夜市去打工 那山盒夜市也提供這個市場 讓他們在那邊求生存 那學校的立場有時候會很感慨 因為我是一個學校社工 會希望他們能夠救學 但他們生活所需的就是要賺錢 那的確對我來說 是工作上一個蠻為難的部分 然後我就是想回饋 所以是旺達 因為我之前在安置機構 也來過一年的申福園 可能也是旺達曾經面臨過的那種 申福園管教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在機構裡面的生活 是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就像說的 只要物資一來 衣服一來 食物一來 孩子就是要全部吃完 不然就是不惜福 就是我覺得那個 這孩子而言 事實上是非常不舒服 如果我要執行這個任務的人 也覺得不舒服的事情 但是那可能就是在他們 機構的生活的日常 每天都要進行 然後特別我覺得他們很可怕的是 他們回不去家裡 或者他們要努力生活都很難 因為機構不會給他們思考 應該有分享到 機構的 他們的假日都是 機構安排好的活動 為了機構的面子 他們是不能拒絕這些活動的 因為拒絕了就沒有下一次 所以他們不能說不 所以他們沒有決定自己生活的能力 可是他們18歲 或者16歲要離開的時候 他們就去講 你要大了 你要自己負責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他們從來不給孩子權利 那他們突然卻要把他們長大成人 那這些孩子長大之後 他們還需要自己過生活 又可以不去家裡 這我是覺得 這真的是非常需要制度上去 從安置機構所所改變的地方 因為安置機構太沒有 有人性化的機構太少 然後政府給一些機構的支持經費 費金也太少 因為一個孩子在安置機構的花費 事實上是非常高昂 如果你想要給他有品質的 事實上一個人要六萬塊左右 但政府是給一萬八 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請問老師 是在哪一個國中 我現在在三重國小 做服務國中這樣子 好 我們先回答 現在安置機構的費用 就是從一萬八到兩萬億 是不是司法院過去的兩萬億 而且我們社會的不同部門之間 送如果司法少女 他有兩萬億 那如果社會單位 或是教育單位的話 是五萬八 有一些差異 我先回答一下 我自己也就是 覺得很confused 就是說 在我們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的衛服務在 評估 所謂的風險家庭的時候 他會告訴社工說 兒童叫做高風險 那少年叫做低風險 那我就在專訪 那個林花怡的時候 曾偉優說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少年叫做低風險 他說其實我也不知道 從一個人的 生活費來看 當你在一個家庭 沒有辦法支持的時候 如果從那個兒少的福利公園來看 你就是一個需要幫忙的人 在我們大腦子 前何一到18歲以上 才能夠成熟 也就是說 當你沒有辦法自己做判斷的時候 你是需要別人來支持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 這本身的定義就 有點荒謬 就是好像覺得 你只要長到某一個程度 身體成熟了 某種程度的成熟了以後 你就可以做判斷 在我們在採訪過程當中 發現這群少年 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因為家庭的管教是比較疏忽的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界限 這個不知道界限的 可以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我在跟土豆聊天 他明天三月就18歲 我說你18歲 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他說其實我18歲 我最擔心的一件事 是被綁在那個條阿卡 就是柱子上面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都這樣玩的啊 就在鄉下裡都這樣玩 誰生日就綁在那個電線條上面 我說那光沃下雨怎麼辦 他說這樣才好玩啊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 很多少年 他基本上是沒有boundary的這個概念的 就在很多人身上都是 所以你看到少年 他會把人把朋友丟在湖裡面 他只是覺得好玩 他只是覺得好玩 但是如果我們不清楚 會認為說 就judge他們 就是judge他們說 你們這樣是很不好的行為 這個東西拍那 我有太多的朋友 中產階級的朋友 只要知道那個校園 那個學區有比較多的 所謂的不良分子 或者是漁犯少年 我的漁犯少年很寬喔 只要你進出不良的場所 少年少世法對不對 太好玩 漁犯少年的定義很廣泛喔 包括說經常出入 或者是說你有不良的行為 那個不良行為的廣泛程度 就都很難理解 只要是你俏學 俏課 你就是漁犯 你就是社會的漁犯 那你知道多少中產階級 是害怕自己的孩子 跟這群少年在一起 也就是我們對於他們 基本上就是 處於一種隔離的態度 我們心裡恐懼 但是如果你真的跟他相處 他只是不知道 他父母從來沒有告訴他說 boundary 我再訪到一個少年 在我的文章裡面有 他的媽媽跟五個男人 生了六個小孩 那他的所謂的弟弟妹妹 是那個男人開了車 然後開車到他家 就把小孩兩歲的小孩 丟在他家門口 他這個作為大哥哥 他才16歲 他就要開始養這些弟弟妹妹 他在手上畫了一個 納粹的刺青 他們刺青 為什麼刺青 多數刺青是為了要融入團體 多數人吸毒 是為了要融入那個團體 好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所有的刺龍刺風 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可不可以把這個洗掉 你知道那個納粹的代表意思是什麼 他說就是很酷 所以基本上他們沒有這些ABC 那到了小學四年級以後 剛剛那個老師有說 其實到國中 基本上他的課業都被放棄了 很多人到國中 他不知道英文字母 包括boys and girls 他最多可能就到這邊了 他不知道他可以怎麼樣重新學習 因為他已經落隊太久了 他完全沒有學習的基礎 而且你要知道我們學校裡面的教育 都是所謂的比較知能性的 就是學科型的 但是這群孩子他可能學科不一定那麼容易 不一定那麼容易跟上 他需要很多的紀律 他需要很多的愛 他需要很多的關懷 他需要知道怎麼理財 那我再回饋一下就是說 這群是一群很容易被退貨的少年 他不管是在安置機構 在正常主流的中產的都市的教育想像 所以真的我會跟勇達一樣 每次跟教育部官員訪談就會氣到快通行 包括說如果中座中餘生 你要怎麼樣迎接到你們青年屬下面的 就職的那個體系裡或者是勞動部 他說如果青年屬一樣我們會給他 那我在開工聽會的時候 因為有立法委員工們會開工聽會 為了主題 那所有的社福團體都已經面無表情了 因為他們已經聽了太多的這樣的行政書 行政的不負責 可是我 我常常就比較急 我就說可不可以告訴我 每一個單位上來都跟我們講 他們不知道少年在哪裡 請社工單位告訴他們 我想你們手上不就是有這麼多可能會離散 本來在你們安置體系 在你們學校體系 在社工體系 在衛福體系 可能在勞動體系都會接住的 為什麼每一個都被你們遺落在角落裡面 那這是我覺得 行政上太多的不作為 然後認為那都只是一個數字 可是每一個都是一個生命 台灣現在只有20萬的出生率 可是我們每一年在放棄多少孩子 這是我很擔心的 那其實那個蔡法官很謙虛 那個法官 我記得她跟我講一句話 她是很有愛的一個法官 她跟我講一旦你被標籤為一個犯罪者 一旦你被標籤為一個壞孩子 你很可能一輩子就是那樣了 因為她覺得她再也容不盡 也沒有一個decent life可以去過 她就這樣定位自己了 先謝謝你的回饋 謝謝 謝謝 然後剛才有一位朋友 大家好 因為我自己是讀氣管人 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比較自己的訓練感覺 所以那我在同時 我也覺得我可能自己 是一個比較幸運的孩子 但就是因為我自己來自 是比較偏中產階級 然後我是來自彰化 那彰化的話 同時我自己的身邊的朋友 有些有時候也可以感覺到 或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今天有來到這邊來聽一下 這樣 但是我現在第一個問題 是想要問那個旺德 就是您在剛剛舉例出蠻多 關於育幼院這些比較 你認為比較促面或者是必須解決的 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可以請問一下說 那你自己現在已經是身為一個研究神 或者身為一個已經比較具更多難力的人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要如何在這個育幼院上去做一個制度上的改變 是真的要把這些院長給換掉嗎 是要把裡面的教育者去做改變嗎 還是說我們只能去 讓他去閒置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他都會要如何去改變 是我比較想要知道的 那第二個的話 是我想要問雪莉 雪莉的 對 那接著來 你怎麼突然 你叫他雪莉起來 不要因為你們是中產階級 你就可以直接稱他雪莉 種族比啦 種族比啦 種族比 你不要害怕 你為什麼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都很直接 看他在不害怕 因為你是在 你是在威權教養裡面長大的小孩 對不對 你還自稱自己是中產階級 不對 你不應該是 來 我相信你好像之前是在天下查過 偷偷查過 你這個 你這個 來你繼續說我們一起 不是在這個 社會上 或者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接下來的一些事業上 其實是比較恐怖的 但我很好奇 就是說你在 針對這樣的報導之後 因為現在我 就我自己 學的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 企業管理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 有在想說 如果他面對這樣的問題 有辦法 去用社會企業的方式去做一個 社會企業的方式去做一個改變嗎 他有辦法去解決這些弱勢的問題 但是又同樣可以帶入金流嗎 是否有這樣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 如果沒有帶入任何的金流 在這樣的一個問題上的話 社工的不斷的陪伴 確實是可以解決方式 但是剛剛也有提到 社工可能已經 剛才提到就是接近近平者的部分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到底要如何解決 有沒有相關的辦法 然後透過您 在這個社會上的歷練 或者說您 您看到的這些一些事 也可以跟我們做分享 對 好 在他講之前 在他們回答之前 我都覺得 先提供大家一個資料 我們剛剛講 育幼院的時候 育幼院這個 這個行程的時候 是在19世紀的後週 就開始有育幼院 一般我們被稱之為 所謂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是管教 因為有些那個貧窮的人 所以本書一定要去看 是1975年 Michel Foucault寫的 歸許女懲罰 你們很多人都知道 在裡面裡面去談到說 威權是管教的 他對監禁啊 管教 控制時間 控制空間 這些地方 那我覺得這些朋友 他問了 我覺得其實裡面的氣管 你更適合 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因為這件事情 就不應該不帶 可能不見得是他們的問題 或者是 他可能是在不同領域的裡面 共同討論的問題 而且我們今天提到這些東西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制度上的問題 比如說錢的問題 會出現問題 還有那個 我們人數不夠 人不夠 所以會是個問題 光是靠他們 報告者這樣做的時候 社福團體再這樣 講完以後也沒有用 政黨輪替 我們以為 會發生什麼事 發現 好像也還沒有改變什麼事 對不對 然後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會改變 這件事情 可能都不會是我們一廂情願 因為呢 我們不願站出來 所以哪一天 大家去要號召的時候 大家就要站出來 站出來去支援這些人 因為不然的話 這個 這個棒打老虎雞翅蟲 因為政府怕媒體 媒體怕 怕什麼 怕自人家 然後自人家 怕工人 會罷工等等 他一定有一個循環的過程 那所以 當你認為自己沒有力量的時候 當然你就是 會被 壓榨 那我們先請 來 我自己做一個 像老師剛剛做的開場 每個都可以看自己的角色 做自己的貢獻 那我是做一個社會工作的學習者 我自己會提到一個很重 很核心的 我自己也自己很 在目前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就叫充全跟倡議 所謂充全就是 empowerment 就是你要讓一個 首先你背後的意思是假的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個體 而這個完整個體 它背後有一個完整的 它應得的這種權利 這個權利包含的是 right 權利 還包含了power 你如何管控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常常都是被人家管控 被人家操控 被人家掌握 可是我們充全幹事 你不僅自己擁有權利 你應該應得的東西 你還能夠管控自己 管理自己 要怎麼樣的生活 要怎麼樣的安排 那這個過程呢 我覺得社工可以在他們的事務工作 或者跟我們常常會有一些跨部會的這種 整合或者會議當中去提出來 我們提倡一個 這其實算是一個觀點 一個哲學價值 一個發展 一個模式 但是它還可以變成很實務的工作方法 讓我們知道說 你不是只把青少年看作是一個很片段的 暫時就是家庭有困難的 在這邊很片段的 而是你把它拉長 把它拉長之後 像放在一個立體的空間 3D立體的空間 你不只看到一個點 你看到它的XY軸 YD軸 它的發展性 它的縱觀性 它的這種深度遠度 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你去看到 原來一個人的需求 不是只有給資源 給什麼 不要給什麼 要什麼不要給什麼 而是它的發展 它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社工可以做的 還有第二個 我們讓這些人的聲音被看見 所以我們要提倡異 我們一定要在很多公共場合 可以倡議 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所以尤其 尤其不是只有我去講 而是更多跟我一樣長大的人 甚至他可能真的沒有機會去表達的人 可以更多的機會去講 而不是只是社工在講 也不是只是管理者在講 而是讓這些人去講 去發表自己的想法 發表自己的感受 讓所有的社會大眾了解到說 這群人是需要被看見 而他們擁有他們應得的權利 而不只是被救助 被可憐的一群人 那是什麼 謝謝 在這裡面 我覺得還有一個 剛剛我們講那個 Empower 你講那個充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是充權 那Empower就是 E-N-P-O-W-E-R 因為有時候我們當然 他只是讓你變得有力量 簡單來講 讓你變得有力量 有透過一個方式 讓自己變成一個有力量 能夠自主的人 那另外還有一個 剛剛我們在講 就是說兒童的這個定義 兒童定義 我們一般人來說 都是以為是小孩子 兒少 可是在聯合國認為 兒童公約 兒童是18歲以下 所以我們在想像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會定在18歲以下 的原因是 剛剛就雪莉剛剛講的 他有些生理上面的因素 所以我們需要注意到的 好然後我們就在 因為等一下要好好來問一下 那個 問一下法官跟永達 因為他們兩個 很多可以講 好來 好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剛剛其實 就是晃晃的有講到 蠻多安置機構裡面的情況 那其實就是 現在台灣的情況 台灣我們剛剛講到 家衛安置體系 有分為寄養家庭 跟安置機構 那但是 安置機構 照你來講 他應該是所有的 安置體系裡面 最後一個選項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安置機構裡面的 照顧的模式 其實在整個 就是 全世界 來說 大家都已經普遍認知到 安置機構 並不是照顧一個小孩 或一個小孩在裡面 發展一個好的地方 所以在 其實這幾年 就是在 聯合國 這兩年在審查的時候 他也同時問到台灣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 我們大概有七成的兒哨 都放在安置機構裡面 然後安置機構的數目 我之前爬過數據 在這十年裡面 從四十幾家 成長到一百二十多家 我們幾乎把所有的 就是把小孩子都 往這個地方收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 聯合國他就有頒布一個 替代性照顧的一個準則 他要求每一個國家 應該要逐步的發展其他的 家外替代的選項 並且逐步的去機構化 所以他在這次的審查會裡面 也問到台灣說 台灣有沒有那個決心 要發展其他的 家外安置體系 並且逐步的去機構化 這是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因為全世界來講 我們可能沒有 經常收到聯合國審查 我在之前查資料的時候 日本他光因為安置機構的事情 他就已經被聯合國的人 因為安全委員提出了兩次的糾正報告 就要求他們限期要改善 並且逐步的減少安置機構 但台灣我現在聽到的是 明年還有安置機構要持續的成長當中 就是他 我們沒有去想像其他的替代的方式 我們也沒有那麼積極的去扶植所謂的寄養家庭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更少的是 所謂的親屬寄養 親屬寄養基本上他大概只有一成左右的小孩子 會送到那個地方去 而且親屬寄養 在這近幾年 這四五年之內 我們才開始有這個選項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也應該給政府一些壓力 讓他們 因為安置機構絕對是一個最神勢的方法 就是你我只要有一個機構 我可以很容易把小孩子就放過去 我有床位數就可以放過去 那但是沒有想像到 就是在這樣裡面照顧的 就對小孩照顧品質 其實是一個很大 人權上的一個傷害 簡單回覆一下 簡單回覆一下 這個 有Vision跟天下大陣有關係 好 只要會看書就好 那個 現在在104年 台灣通過了實驗教育法 其實實驗教育法通過了以後 它其實是鬆訪我們在體制內的所有的課程 那其實也是讓比較沒有辦法進入體制 熟悉體制 這群孩子 不管他是高風險少年 還是說他有特殊才華的小孩 他能夠有地方去待 但是我們現在的實驗教育法 非常的偏重在精英的教育 也就是說他家庭可能可以 有一年支持個20萬、30萬、50萬的這樣的經費 所以我們的實驗教育法忽略了有另外一頭 也就是那群可能完全不適應 特別是高風險家庭 那有些人看到了 譬如說在花蓮有一個城霸 然後還有顧宜君老師也是在東華大學的 這反而很有趣喔 就是剛剛法官談到原住民的社區喔 原住民社區他的社群還在 也就是說他會認為社區有必要的 去某種程度的照顧和替代這個失能的家庭 可是你看到西岸 我們看到西岸是非常恐怖的 那就是完全就是父親吸毒 然後那你去哪裡 基本上你的鄰居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反而我們會看到東岸的實驗教育法 慢慢的要發芽 而且這樣的發芽是能夠扮演 這樣的替代性的學校 它能夠扮演某種程度的 不只是學習 還有就是家庭的功能 那不完全取代 但是它會有非常多的愛 那這是我看到就是說 實驗教育法在我們運用來說 是非常匱乏的一塊 我們事實上是要去發展它 那另外一塊就是你剛剛說 我們的資源有限 但是我看我們錢看之後 花了多少錢 那我可以想像 如果沒有估計錯 我猜法官 我們每一年的法務部在矯正少年 是七億多元 我上次 也沒錯嘛 七億多元 但是我們的勞動部對於弱勢少年 以及青年署對於這種 比較需要照顧的少年的計畫 如果沒有錯的話 沒有超過八千萬 那我想像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把所有的資源 投注在後端 那個是要更高昂貴的費用 但是在前端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想像力的 那這個想像力包括說 所有的training 都現在已經還取消了在職的training 就是你就是來上課 那我要幫你找工作的話 你來聽法律的課程 你來聽各種知識的課程 但是我們剛剛說過 這群少年 其實基本上 它是需要一個住的地方 所以在香港 他們會給這些少年 短期的居住 他不一定長期待遇 他可以讓你有八個禮拜 如果你現在只是叛逆 撬家 但他至少要接近你 讓你不會跟犯罪的人在一起 他是在跟黑道在搶孩子的 可是我們這群少年 是完全隱匿的 因為我們沒有讓他 有temporary可以住的地方 更不要說長期安置 現在是整個是比較全空化的 那我會認為 我們成為重要的他者 這個想像 還有給他們能力 像阿瑪蒂拉森 也就是一個哲學家 他也講的就是 是一個capability的approach 我們應該是能力的取向 而不是增補 只是讓他吃得飽 穿個暖 每次跟這群少年出去 他們每次 他們點菜都一定點最貴的 沒有問題 這是他們的很特殊的習慣 那就是一定點最貴 因為他們怕下一餐我根本裡得吃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給這些基礎之外 再給他們一些extra的想像 讓他們知道說 they deserve that 那我覺得這個是政府部門 他可能要去思考 其實那不會花太多錢 而是我們把資源的錯用 還用到後端認為說 OK 你進了那個明陽中學 我再來好好的照顧你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approach 謝謝 小明娜丘風姐 剛剛那位小姐 來幫我傳一下 我只有一張準 謝謝 大家好 各位講者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聽到一句話 我覺得感觸很深 就是 我才16歲 為何我每天都要 都要去在乎下一個院的錢在哪裡 我現在看到的孩子 其實蠻多都這樣子的 我有一些小孩 其實都是 在西北市的中錯體系當中 感覺好像很緊密的感覺 就是他們都希望連中錯 然後希望學校掛出來的號碼 那些數字們都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 就我們現場老師都知道 我們都希望 小孩子第三天的第七節課來 一節課 就可以算不中錯 那前面兩天半呢 兩天又六節課呢 就看不見了 所以當這兩天又六節課 要在外面的時候 我們很擔心 但是政府他不要看到這些數字 他覺得這數字 是很難看的 所以 只要第七節課來了 那你就不算中錯 周而復始 他還是堅持我兩隻 就周而復始當中 就是讓這些孩子們都在外面 那些孩子只是告訴我 他們都跟我講一句話 老師 老師 其實我們在外面賺的錢 很少很少 可是如果我們有賺這些錢 我們活不下去 他們只告訴我這樣 然後等到他們 再賺很多錢的時候 或許他們已經開始吸毒了 開始販毒了 或是開始有點教了 我今天有一個小孩來 他做了接法 就今天 他接法告訴我 一萬多而已耶 那我覺得他接得很粗糙 他的手給我看非常漂亮 我剛才分享給我的老師看 他說兩千四而已耶 他告訴我一個月薪的賺三萬五 他跟我說 老師其實我都比一些工友的薪水還要高了 你還要叫我回來讀書做什麼 那中錯的東西掛在上面 我覺得對我們老師來說 很詭異 但是我們非得掛不可 這是我說的體制上面 跟我們現實上面 他們看不到的人一樣 他們說看不到高中險的孩子在哪裡 我們竟然要把孩子送到平溪國中去 是送不進去的 因為都滿床了 真的送不進去 我們現在送到秀才去 秀才告訴我們 評估再評估再評估 這個孩子已經被八十幾歲的阿嬤 你照顧了 還是在評估 所以我們老師很無奈 當孩子流落到外面 我們救不到 他就說都是你們輔導老師的問題 都是你們導師的問題 都是你們學老師的問題 但是孩子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真的看不到 再來就是在育幼院的孩子 我們看到他們 其實很多很多的導師都是用拜託的 拜託你照顧我們這些孩子 可是當我們聽到那些幼兒院的老師 在打罵這些孩子同時 我們捨不得 我們很捨不得 超級捨不得 但是如果 導師們說 如果他們沒有這些小家老師們幫忙照顧的話 這些孩子們又流落到外面去 又成為一個社會上的獨流 所以當我們在問這些小孩同時 我是想要問一下 旺德 就是當你在這個安斥機構裡面 你怎麼樣去面對你的導師們 導師可能會幫你貼標籤了 或是老師們可能會 或是老師們可能會認為 你的一舉一動都必須要很注意的同時 你怎麼樣勸自己把這台心態放下 因為我們真的很多越來越的小孩子 都被老師緊密監控著 包括錢 班上如果孩子有錢不見了 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 是不是他們 我覺得這很不合理 但是我在問這些育幼院的孩子們的同時 孩子們只告訴我們 我們不回家 我們不要回家 就像你剛剛看到你們家的那個樣子 這些孩子們都說 他們已經習慣了 等到警察來追的時候 說你爸吸毒 他們以前都是很害怕在哭 現在只說了一句 在後面 當他講在後面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乎那些 那些他的父母親 到底做什麼舉動 或什麼吸毒了 從這個幼兒院開始之後 慢慢的 我們輔導老師 其實第一關 可能無法輔導的時候 可能就到了 所謂的法官那裡了 到蔡法官那裡了 法官你覺得 假日法院的講席有效嗎 真的有效嗎 我自己都身為那個法院講席的講師之一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老師們要教我們 教這些孩子們 知福 席福 再造福 我不懂 所以我對這個一點排斥 我去上了一次之後 我就轉身離開 我是不是告訴我自己 我還是把我學校的小孩顧好好 可是法院講席真的有效嗎 今天孩子從少官回來 又告訴我一句 哦 摸摸摸法官 我們都太了解他了 你只要順著他的毛摸 你們就非常快樂 他們已經在法院裡面 已經超級了解你們法官的內幕了 因為大家都會討論 請問蔡法官如果你是 其中孩子們討論的一個 一個內向 你要怎麼樣 對應這些小孩子們 好 其實我的問題蠻多的 但是因為時間的有限 謝謝大家 下次我們請老師您來講 可以講好了 老師您姓 林老師我們剛剛聽 林老師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蛤 林老師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全世界最有名的 全世界最有名的 他還要強調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林老師 那他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法院可能已經被C服的系統 所滲透了 你們是C服造福 再怎麼 啊 C服 C服 C服再造福 那這些空洞的話語 法官你可以忍受得了嗎 對啊 其實我們國家對法官的定位 應該是他是最傳統這樣子的守護者 所以他應該是大家最批判的對象 那不過法官有法官他的角色 每個國家都是最後還是有一個法官的手段 那我回頭講 就是 我記得有 台灣有一段時間在討論那個高教跟幼教 那我們當法官的 當少年法官呢 我們說國家應該把資源投注在幼教 而不是高教 因為 等那個十五歲的小孩子 已經出現很多問題到法院 你要去矯正他 實在太難了 太難了 那法官可以用的手段 當然是我們有我們的一套的國籍 不過我可能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回頭去看邵氏寶 第一條 第一條 他的條款不太好看 不太容易看 白話就是說 法院的工作其實是在幫助小孩子對自己 夠偉大吧 其實每個小孩子出生 他其實沒辦法自己選擇 他沒辦法選擇他父母 沒辦法選擇他家庭 那即使到了十五六歲 除了一大堆問題 那個 學校接不住了 社府接不住了 到法院就來 法官的態度還是一樣 還是用這種想法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大概是少數的觀念 我一直相信這樣的觀念 我一直在做這樣的觀念 謝謝 其實我們知道很難得 因為像法院要做這件事都已經是 已經到這個過程裡面的最後 然後要叫他們付全責 這好像也不太合理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大概還是要彼此的體諒 就是說在不同的環節裡面 大家可以在那個環節裡面 有些制度上的介入 可以避免這些不幸的發生 然後來 就是我覺得 要 我覺得 面對一個 就是說 管理者 然後可能對 對我們這種 院童啊 或者是一些 偏差行為來 還是會有一些標籤化 我連偏差行為這個字 我都覺得它是一個標籤化的結果 然後 確實背後 確實的我們去進一步的行思 但是我自己在 我自己個人的例子 我在面對這些大人的時候 我還是會願意回去 去跟他們做對談 也跟他們討論過去的未來 過去的生活 我對他們來是充滿了感恩 而這個感恩是來自於說 我看到他們的努力 他們背後的辛苦 而這個辛苦 可能背後 可能有不好的 或者比較權威的這種 管控方式 我都會把它換到一個 結構的面向來看 因為我自己 大學學生 我自己了解到說 很多的問題 不是只是個人的問題 不是只是 包括那些加害我們 責備我們的人 都不是只是他個人的問題 他個人人品太差 所以才會這樣打我們 假設對待我們 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背後有多少的壓力 他背後有多少的 要負擔的責任在 那如果我們去理解他 去同理這個過程 或許我們那個恨 那個仇 那個厭惡 就不會 反而就會一宵殆盡 你就不會覺得說 就是那個人的問題 而是你會看到說 是不是這個制度 我們一個一層一層去看 原來 因為我們自己也在 常常用這種系統觀點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看 個人的面向 我們看 不是站圍觀 我們看忠視 看既視的面向 所以我們透過這三個面向 去看 原來一個問題 不是只是他個人 我就是想要 我就是人品太差 或者我就是性格這樣子 而是原來 他背後有他 這種辛苦的面向 當然這個就是要政府 還有所有民間單位 一起共同去討論 而不是只是 機構大人的問題 或者是機構社工的問題 然後這是我自己的心理 他是有大愛的人 你看就是被規訓很徹底 被壓迫 還要感謝人家 對不對 還考慮到幫他想到 背後結構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可以想一件 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 父母都宣傳 要跟比自己好的人在一起 對不對 常常都這樣 都要跟自己 所以有偏差行為 不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 所以我們只要一交朋友 一定是比我們更好的 可是你有反過來想 為什麼那好的人 要跟你在一起 這是矛盾的事情 那可是 爸媽都不會這樣想 你高攀人家 可是人家為什麼要被你高攀 所以他在那個階級概念 就會互相矛盾 所以他常 所以這個就會 形成一個不斷歧視的過程 包括對偏差行為 這個小孩子是壞小孩 所以在這種標籤化的過程 反而更重要的可能是 哲學教育 對不對 來 好 那有什麼 我虎爛的啦 對 那這就很重要 好 那個 其實旺德他用一個 非常修復師陣營的方式 讓他自己感覺比較好 用後射的角度 我們也期待 每一個人都能夠這麼超越 但是事實上不可能那麼完美 因為 非常 我心想說他有點大愛 耳中晃得有點大愛 然後 他可能這樣的 一種修復師也會讓自己過得比較平靜 但我們不能期待這種修復師的正義出現 我們不得期待 每一個孩子都要跟父母都接 因為那個是一個 就如果你們經歷了那些 你就會知道 不一定所有事都能夠回接 那在這邊怎麼做呢 剛才老師說到的KPI 我真的覺得如果用管理的方式來講 我那個KPI是很方便的 譬如說 在中措中理是說 只要你三天不到就叫中措或中理 所以他會用各種手段 你2.99999天 只要有一通電話 或是你出來收到一下 你就不叫中措中理 那中措中理的數字 可能會影響到老師 特別是校長的升等 或是到一個更好的學校 那我覺得我們都太形式主義了 我們都認為這種管理可以讓我們更方便 但是事實上不會 因為我們這種管理的流程 讓老師有非常多的行政手續 因為只要報一個中措生 老師要寫好多的報告 好多的paperwork 我們有沒有可能趕一下這個incentive 就是說 或是motivation 告訴老師說 如果你帶一個中措生回來 你讓他對這一科學習 有很大的興趣 我反而會給你更大的鼓舞 更大的reward 那我們的系統 完全不是在這樣的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KPI 制定錯誤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個人能夠做什麼 還是回到一開始 我稍微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 用自己個人的經驗來judgment 我遇到一個非常好的社工 他已經做了20年了 他說 當他遇到了一個14歲必須要去打工的小孩 那做非常粗活的工作 但他知道他有需要 他會不理他 因為他說 就算去噴農藥 他都是在為自己負責 那另外一個 他會告訴那些吸毒的孩子說 你可以吸毒 但請你不要用毒品去誘盡其他的人 你就是讓他慢慢的知道那個boundary在哪邊 讓他慢慢把damage縮小 或者是說很多現在去伴遊 而且去國外伴遊 他會說你可以伴遊 但是你要小心選客人 當他這樣慢慢知道說 有一個人在陪他 有一個重要的tother 不是在對他judgment 不是在對他preach的時候 他真的有需要他會回來 因為這些很多少年他會寫信 告訴他信任的人說 老師其實你知道嗎 我是個壞小孩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寫 他是想要告訴你他在求救 他是想告訴你說 其實我也不想學壞 他是需要你的陪伴同理跟理解還有愛 那你有沒有可能讓他看到說 他有另外一種可能 而不是只能活在那個黑色星球裡 如果從一個公立的角度來看 那個黑色星球你以為不會跟你碰撞 有一天他就會跟你碰撞 我說那是對公立的角度 我們有可能用不公立的角度 來陪伴這些不需要的人 謝謝 學弟還是提到了哲學的效益主義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在做很多事情 不能用效益主義的角度來看 因為那個效益主義的問題 會讓我們失去他原本的目的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剛剛還有一個人 對不對 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來 不好意思 剛剛 我是想問旺的問題 但也呼應一下剛剛的老師講 因為我以前在台東有做過中錯生的服務 然後那時候也是開了一個會 就是整個就是教育局的 就是跟中錯業務有關的 明顯老師就聚在一起 然後 也是全部 就是 大家就在討論怎麼 不要讓那個中錯數字出現 所以 還有一種做法 是直接跟家長說 就直接切切切切結書 就你孩子都不用來學校 然後你就不算中錯 只要你家長簽了 就是切結書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是偏鄉 偏鄉更厲害嗎 就是 就是他們整個都是這樣在做 然後那些老師 就是 就是 嗯 我不能說沒有 有熱情的老師在 但我覺得官更大的就是 都是在想著他怎麼繼續升等 或是再繼續往上爬 我覺得這可能是結構性的問題 對 那 然後 我是想問旺德 就是有關育幼院的問題 我覺得旺德 剛剛的分享讓我覺得 他是很有勇氣的 因為他前面 在內容提到說 貧窮對 呃 育幼院案子機構 或是你將類似原生家庭 在身上 或是在靈魂裡面的那個烙印 可是你願意 在今天把那些照片 你家裡面的圖像 你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想 但是 你放出來給大家 看 然後去陳述你的 你的經驗 對 我覺得是 呃 是很有勇氣的 那 我是想要問就是說 呃 我是想瞭解在 因為那個育幼院 看起來是佛教 有宗教色彩 然後 我是想問 呃 就是他在 申府園跟社工園 他的管理比例是多少 就是 一個申府園 他配幾個兒 兒童 然後一個社工 他配幾個兒童 對 然後我也想瞭解就是說 不可能沒有 沒有 熱情 或是還沒有被 體制的完全 呃就是 呃就是 還是有多少 有跟體制願意 抵抗的社工存在 那 你在裡面觀察的是 就是 那些還有熱情的人 就是你跟他們相處起來 感覺是什麼 因為 我的想像是 好像由上到下 因為社工是 或是 是由機構去聘的嘛 那整整套宗教 我知道有些宗教保守的 他的 機構色彩就很重 那些規訓式的東西 他也會壓在工作者身上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不能提出異議 對 那 我想問你自己在裡面的經驗 而且你自己現在要念社工所 對 所以你 你剛剛的講就是 剛剛說你大愛 可是我覺得 因為你念社會學 又是社工所 所以你會用結構 或是資源層面的 呃 的資源落差 可是這到底誰要負責 那國家要負責嘛 那 那就是 最後又扯到年改嘛 就是年輕改革 對啊 要從哪裡 奪這個錢過去 我們可能不能再開花 對對 所以我只會傳言那個 好 我們就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你對他的那個 心路歷程很感興趣對不對 你不覺得他可能在說謊嗎 對啊 他只是為了鼓勵你們 對啊 你都沒有搞笑他的創傷在哪邊 他需要在外面 跟大家做坦白嘛 好像不需要 因為那個conflection 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道德教育的一種方式 所以 所以我們當然 在這裡我們當然很多時候 只能談結構的問題 我們很難去談一個個人 怎麼走出那個創傷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在座的可能我們 我們蔡法官也很多創傷 可是他面對你們 他要很堅強的告訴你 制度上是這樣 你可以制度上做什麼樣的改革 來 幫我 我們原則上就是 那個 申扶員的比例 也就是我們有立案的比例 應該要符合上 而上的反規就是1比6 那其實我們有符合 只是這個1比6看是符合 但是他會 因為他們就是住宿型 我們就是全日住宿行修 所以申扶員都要跟我們一起住宿嘛 那變成說有排班的問題 也有特休休假的問題 那變成說可能有時候最起端 可能一個人要照顧 可能生兒 可能怨童是30個人 你想一個孩子 一個爸爸 可能要帶30個孩子 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照顧 所以對個別的這種管理 特別的這樣教養 子之餘的投入 當然就是會非常少 所以比較強調 就是比較很規訓的 很統一的這種作息規範 然後我自己覺得 針對於這個社工員的這個角色 在機構 尤其在機構 常常都是以教保員為主 因為他認為 教保員是比較能夠了解孩子 跟孩子像 教保員或生父員 跟孩子一起互動啊 了解他們生活 反而社工的角色 或者家裡頭變得只是一種 資源連結 比如說活動的安排 或者是說 各項的這種參訪啊 或者是家庭的看法 或者開案不開案 就是等等的議題 反而跟孩子之間的這種 這種關係或照顧 或者是發生的權利 在這個育肉院的結構裡頭 就是變得很編維 那都是以教保員 以生父員為主 因為他們覺得說 我自己帶孩子 我有記得一套方法 我孩子怎麼樣 我記最清楚 事實上他一直用權位的方式 他都不了解 他直到說 我自己最了解的孩子 就像我的孩子一樣 對不對 我要怎麼帶 我怎麼樣 我有自己的方法 可是社工的角度就會不一樣 我們看到其實 不是只是教養 不是只是乖乖讀書 我們看到 他其實孩子 他的需求 他有沒有成長 他自己未來的想法 想望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部分還要在 就是確實 社工機構還要再努力 因為我們過很多周 尤其在 我們會有個案 研討會 針對於這種院統 可是我們常常知道 比較在乎的就是 好 生父員怎麼講 社工的角色在裡頭 我們需要更多人去重視 同時 這個社會也要知道說 社工的專業 跟他的價值在裡頭 這樣 這是我的回覆 謝謝 那個 社工謝豪 鼓掌一下 因為 來 因為我們 實驗關係 所以最後 我們做兩個結語 然後 我們的 等一下請我們 蔡法官 再幫我們講 3到3分鐘左右的 一個結語 他對於這一場的看法 右手邊 那個 報導者 就由詠達來代表就好 因為學歷已經講太多了 來 我記得 大概國小三年級 我們家有第一台冰箱 其實那個是我阿姨 他們的二手冰箱 然後後來 我又 印象也不久也有 有人來看我們家 我們家就趕快 用那個備單 把那個冰箱蓋起來 我後來 經過很多年 我長大了才知道 那個社工 來看我們家 是不是符合那個 一級屏幕的那個資格 那 我始終相信 人都有機會 可以變得不一樣 那 這也應該是他的權利 人可以有機會過得好一點 我一直是在體制內的人 我是一個保管最保守的工作 但是我對國家還是有些期待 也許主持人比較像 不政府主義也不一定 那 國家本來我的目的就是在照顧一些比較弱勢的人 就是大家繳稅 然後用來照顧他可能需要幫助的人 就是國家的任務 那 民間做不到 國家是要做 最難做應該國家要做 那國家你在檢視我們台灣 在花在這種 比算上 其實是還有很大這個空間 我們花太多浪費的錢 在那邊的地方 你檢視一下就知道了 那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可以 過得比較好的權利 就那個幸福的權利 那我們上次好講比較保守 就是 希望每個小孩子都可以做健全的自己 他覺得自己是好的 然後他有一個不好的家庭 可是他可能可以自己組一個好的家庭 那這個 在他18歲之前 甚至再大一點 還是需要大家的協助 那 以前是爸爸媽媽給他 那國家做的不是做這件事情嗎 各位如果是學校的教師 不是在做這件事情嗎 也是社工不在做這件事情嗎 爸爸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對這場演講大家的看來 謝謝 謝謝 好 我不要說我是什麼主義者 對 因為法官已經說了 他已經做出判斷了 我就認罪吧 好 來我們請擁大 好 然後我最後想要再回到 剛剛有講到多名 你家那個少年來做一個節目 就是 他是讓我整個採訪的過程到現在 然後我第一次感受到 真的有一種家庭他是沒有選擇的 剛剛講到他的爸媽 他 爸媽是做板摩的 然後他爸媽的薪水就很低 然後 剛剛講到他的家的背景 就是他爸媽 他爸做人家擔保 所以負債 家裡房子賣了 然後他就住在他的親戚家裡面 他從小就寄人一下 所以他很典型是他國中 也是國三的時候 他一開始中措 然後他中措的時候 他的老師就真的讓他牽涉結束 他一整年沒有到學校 但學校還是頒給他畢業證書 所以他從國三開始在外面工作 他說他每天工作14個小時 但他會做的工作就是 只能夠在那些餐飲業 然後他就是在那裡當學徒 所以他工作時數非常常 14個小時 那他薪水很低 就大概1萬多 2萬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他說 到現在 他就說他一直非常認真工作 他那時候我去見他 他接了兩份工作 他從早上9點 一直到凌晨1 就是下班之後 然後再去工作到凌晨1點 不要說你工作這麼多年 你家的債務有改變嗎 他說完全沒有 他到現在為止 他家的債還沒開始還 然後 因為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就跟我說 後來比較熟 然後我就知道 後來 因為他家裡面經常為了錢爭吵 然後他的姐姐 在17歲的時候 就未婚懷孕 然後他就結婚 離開這個家庭了 他還有一個弟弟 然後他弟弟就在外面 跟朋友一起吸毒 然後他就跟他哥說 我現在想要做一筆大的買賣 然後我如果給我一筆錢 可以去批一批貨來賣 我們家就可以有錢 就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那他會去做詐騙 也是同樣的情況 他就一直跟我說 他一直這樣努力工作 他完全沒辦法解決家裡的問題 他去做詐騙 他就說 他的想法很簡單 我如果可以賺到一筆錢 我就可以把家裡的問題解決 我們家就可以跟正常的家庭一樣 所以講了後來跟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是讓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真的有一些人他是沒有選擇的 但是他們家的情況雖然這樣子 他們家完全沒有被社工介入的開案 從小到大 就是我們剛剛講 兩萬名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 那個兩萬名是正古開案的 其實我們很擔心的是 還有另外一群很大的黑樹 是完全沒有被看到 但他們生活的可能更有選擇 然後更困難 然後他最近在跟我講說 他還在想要做一次冒險 他就他朋友跟他說 可以找他去深圳 去廣東那裡投資 他說 如果還想要再去做一支買賣 如果我這是成功的話 那我家裡的狀況就可以改善 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常常在想說 香港他們是不是 也是怎麼樣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其實講到 到底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香港怎麼看待這個青少年 一方面他們會覺得 這些青少年 為什麼他們這麼重的青少年工作 他們覺得青少年是個過度的階段 你如果可以陪伴他 讓他過了二二十一歲這個階段 他們覺得你只要過了某個階段之後 你就穩定下來 就是他很少成年之後 他很少就是少年沒有前科 然後成人在犯罪 他們覺得這樣比例很少 你讓他前面穩定下來 他就可以投入這個社會的生產力 然後這社會就可以穩定下來 所以他們會花很多的資源在前端的服務 同時間他們覺得 你不能夠一直用社工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們要求企業 也要提供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責任 你應該要給予他們培訓的機會 然後你要給予他們工作機會 然後你並不是就是 一直是用征服式的感覺 就是你一直 我給你 我一直補助你經濟上的補助 他們覺得你要給他一些技能上的提升 然後最後有這樣工作機會 所以這是我稍微的一些分享 最後三十秒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觀眾我很滿意 原因就是因為你們真的是我當初設定 我要誰給的對象 我覺得我們都是很幸福 像詠達說的有選擇的人 但是大家要知道過去二十年 我們累積了幾個很大的政策的錯誤 第一個季質教育的崩潰 以前我們季質教育還可以翻身 第二個我們有非常多的外配 這些很多都是外配買賣的 他們在農村裡面受到非常不好的對待 當小孩子成長的時候 他們是離家的 所以也有很多不只是單情 而是外配單情 他們是弱勢中的更弱勢 那當然現在的經濟環境 讓很多人沒有辦法進到知識產業裡來 這些對他們說是更多的品種的複製 其實我並不覺得他們真的能夠階級流動 但是我希望他們在他們自己原有的階級裡面 還能夠有社群感 能夠被接納 而且給予更多的資源和介入 原因是因為中產的階級真的享受太多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麻煩大家要繼續支持報導者 然後不要看到我剛剛直接滑過去 謝謝 謝謝 本來我要再說一次 就請大家支持報導者 現在他已經說了 那我就不用說 可是我們現在是不是還有一些 志工的老師 是不是要請他們到這裡來 你是不是還有些話 就是我的電郵是 sherry.tw.reporter.org 那詠達的是什麼 你在網路上也找得到 Y是什麼 YT-CH-IEN YT好複雜 YT-CH-IEN YT-CH-IEN 好 然後後面也是tw.reporter.org 你們要不要再明天來 有有 那如果說老師有什麼 或是社工覺得有更多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甚至想要再告訴我們更多故事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系列還是繼續追蹤家裡 就是像我們之前在做的原陽月明公 其實它是一個ongoing 一直都帶持續的 那如果你們希望有各種故事想要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你今天不好意思說 但是你可以email給我們 好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 請大家帶來各位掌聲 歡迎 謝謝哈董老師來分享